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蛊惑人心第一集 仪式前子,屋内的装饰极其轻简,一桌一椅,一床一踏,仅此 踏上的矮桌,放着一张檀木做的琴,上面刻着蓝家特有的云纹 琴弦间,一双骨指分明的手,轻轻拨弄着 手指修长,却泛着淡淡的寒光,几乎白的透明 手的主人,一袭白衣,衣角绣着些淡蓝的云纹 那衣裳一丝不苟地挂在主人的身上,几乎不见一点皱痕 蓝湛一身清冷,那双琉璃眼冷冷淡淡地瞧着琴旁的曲谱 面上未见波澜,心中却是情绪翻涌 他的手弹着琴,终究是调不成曲 蓝湛的眼神有些空洞,似乎在等着什么 嗨嗨,猛的,一阵咳嗽声从蓝湛红艳的嘴唇中缓缓吐出 蓝湛压制着身上细细蜜蜜的疼痛 脸色惨白,却面无表情,只眼底带起点点焦急 那些细密的疼痛,逐渐强烈了起来 蓝湛脸上却泛起微微的欣喜 扑蓝湛终于压制不住 那些红中带蓝的血从口中吐出,满面汗珠 蓝湛疼得有些神志不清 那些疼痛几乎将他压垮 他全曲着身体倒在一旁 蓝湛不知身上更疼些,还是心里更疼 他劝慰着自己,这样便好了,这样也好 蓝湛的眼前显出了一片淡淡的金光 他看到魏英在那光中,对着自己伸出了手 如同两年前,他俩第一次相遇 魏英脸上也带着那般灿烂的笑意 蓝湛想要伸手,抓住魏英的手 那里留给他的却是一片虚空 疼痛将蓝湛击垮 那浑身的灵力开始肆虐地在经脉中横冲树状 晕倒的时候,蓝湛的嘴角却是一抹极浅的开心的笑意 线线,醒了 蓝湛这么想着,整个人轻松了下来 彻底沉入了黑暗之中 我们回来了,随着魏英远远的那一声呼唤 莲花雾顿时又热闹起来 很快,江城携同魏英跨上了莲花雾的码头 见过大公子 魏公子,你们回来了 魏公子,这是咱们新采摘的莲棚,你尝尝 码头上莲花雾的人,对着江城与魏英行礼 魏英明媚地和周围的人点着头打着招呼 时不时地接了周围人给的小礼物 大多是吃食 江城却显得有些不耐烦 尤其是看到一个昆泽姑娘 羞答答地给了魏英一个荷包 魏英却十分爽快地接了 还夸赞那姑娘手艺好 江城的脸色越发地臭了 她满脸嫉恨之色,看着魏英笑得甜 她猛地拉住魏英的手 快点回去,阿娘要等急了 江城拉着魏英快步离开 好,魏英被拉得差点摔跤 好在她反应比较快,才幸免于难 魏英此时才隐约察觉到江城的怒气 她伸手按住了江城的肩膀 走慢点,当心你身上的伤口 江城回头,看到魏英脸上带着担忧 心情略好了些 说到底,自己是因为眼前这人受的伤 因为眼前这人才变成了昆泽 既然成不了前缘 那么魏英这个人我一定要得到 而且,本来爹娘找魏英来 不就是给自己找的未来的伴侣 不然怎么会让魏英固定在中庸的身份 这样一来,无论自己分化成什么 魏英只能和自己在一起了 她欠着江家的养育之恩 知道了,你也是,我们都这样了 你离那些昆泽远点 江城哼了一声 看着魏英,眼色似乎有些鄙夷 魏英顿时掠江了一会儿 很快她那笑得越发明媚的表情了 带着丝丝压抑的味道 阿诚,阿县,你们回来了 江彦离从江家大门迎了出来 瞧见江城与魏英,立马眼眶有些红 她拉着两人左右看着 瘦了,可是在外边受苦了 江彦离此时有些担心 之前江城让她准备分化前缘的药物 和那情欲之药 只是自己换了情欲之药 只是普通的不要罢了 也不知道江城分化成功了没有 江彦离之小江家人的修为 都没有魏英的厉害 当年收养魏英,也是看在她天赋不错的份上 也一直为着江城和自己准备的成婚人选 江彦离眼色一暗 自己与江城是双生 只是自己比江城大一些 是个女子 便一直要压下所有的聪慧 为江城铺路 要不是当年为了救江城 自己也不会被迫分化成昆泽 只是,可惜了魏英分化成中庸 若是前缘,便是自己的人了 如今,江家的希望放在了江城身上 不过也好 江城分化成前缘 自己必定说服爹娘 让魏英成为自己的夫 而江城可以选个优质的昆泽传宗接代 江彦离眼睛在两人之间一转 当年自己若是分化成前缘 又哪里需要盯着魏英这个无家族支持的人 她脑中闪过一道温雅的身影 师姐 魏英看到江彦离 立马放开了江城的手 跑了过去 阿县,又黑了 江彦离脸上笑得温柔 魏英顿时觉得几分暖意 这里面,虽然江城也关心自己 只是那话太过难听了些 还是师姐这样温温柔柔的昆泽 让人觉得舒心又安心 江城看到魏英如此 心里有些不痛快 不过,江彦离到底是自己的姐姐 她喊了声阿姐 便直径回去了寝室中 魏英在心里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江城怎么回事 明明应该分化成前缘的 却变成了昆泽 难道自己真的要绑在江家不成吗 江家的饭桌上 江丰眠让大伙吃起来 倒是江城问了一句 娘呢? 你娘她不舒服 等会儿我让人送过去 江丰眠有些无所谓的摆摆手 不舒服 江宗主可真是好口才 于子渊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要不然 我们好好唠叨唠叨 为何我会不舒服 不过是一点小事 你又这么生气做什么 泼妇 江丰眠趴地拍下了筷子 于子渊恶狠狠地瞪视着江丰眠 过了好一会儿 江丰眠算是败下阵来 语气软了很多 行了 快吃吧 还有要是要说 于子渊到底没再说什么 几人默默地吃着饭 全然没了之前的那种轻松 整个饭桌的气氛 有些压抑 等到所有人放下筷子 仆人们收了碗筷 于子渊再度发难 只是这次的对象 换成了卫英 哼 不是让你好好照顾阿诚的 你怎么照顾的 于子渊对着卫英怒目而视 娘 江丞拉了拉于子渊的衣袖 别喊我 你也是个蠢的 于子渊怎么也没想到 出了趟门夜恋 自己原本应该分化成 前缘的儿子 竟然变成了昆泽 江丞不敢和于子渊 说自己吃药的事情 他倒也并不怀疑 是自己阿姐动手的 毕竟江家需要一个前缘 来当宗主的 只是 现在 江丞瞥了一眼卫英 瞧着低着头 正金威作的模样 算了 反正只要能和阿诚在一起 分化成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瞧瞧 你都为了这小子 分化成昆泽了 还给他说话 于子渊甩开了江丞 卫无限 你得为阿诚负责 娘 江燕离刚想站起来 便被卫英拉住了 我知道我会娶江丞的 卫英皱着眉 答应了下来 那是江丞第一次看到卫英 不再笑得那么肆意 晚上过后 卫英被江丰眠喊了去 阿县啊 别听你鱼医胡说 你若是喜欢其他人 这婚事便不作数吧 江丰眠说着 神色略有些为难 只是那晚你和阿诚的事情 莫要外道了 不然 阿诚名声没了 只能绑着你在江家了 我知道了 那夜我与江丞并没有发生什么 也不会流传出去 卫英说道 我会娶江丞的 江叔叔不用担心 好孩子 好孩子 真是为难你了 江丰眠拍了拍卫英的肩膀 其实 也是你江叔叔的私心 我也是希望你留在江家的 江丰眠叹了口气 莫要觉得江叔叔嫌恩逼你了 只是这江家如今这样 交到你手上 我才安心呢 且不说 我本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 江叔叔 我不为难 卫英摇了摇头 压下了心头那些压抑 以后多顺着点江城 日子大概也能过得舒心点 过了几日 江丰眠便是通知了族人 江城分化成昆泽的事情 而卫英成了江城的未婚夫 未来会入赘江家 入夜 江丰眠喊了江城 江燕离语卫英 他拿了一本情帖 对着三人说道 过几日便是兰家听学之日 你们三人年纪正好 可一同去学一学 兰家家底雄厚 若是你们得了兰家嫡系的好感 日后也是你们的人脉 这必须要去吗 卫英想到之前夜列遇到的小古板 顿时有些烦躁 兰家估摸着都是这种古板人物 自己过去 那还不要被闷坏了 这是往年都是如此 四大家族之人都会到 若是我们不去 怕是在这修仙界越发的没资源了 江丰眠摇了摇头 若是放他姐弟两人独自去 我也不放心 这些理由到底说服了卫英 他同意了这次的听学之旅 师姐 我不想去兰家那个古板的地方听学呀 卫英拉着江燕离的衣袖撒着娇 江城瞪着眼 魏无限 放开阿姐 你都多大了 还撒娇 他心里十分不好受 明明卫英成了自己的未婚夫 卫英却更加粘着自家阿姐 阿姐可是和自己一样的昆泽 还未出嫁 这样的情况 总让江城觉得 卫英喜欢的是江燕离 而不是自己 在师姐跟前 我就是三岁半 卫英看了看江城 笑眯眯地说着 到底不和往常一样 再那么随意地同江城嬉闹了 幼稚 江城十分嫌弃地皱着嘴 再说了 阿姐永远都是我阿姐 魏英的神色一顺而过地失落 自己想要的家人 好了 好了 两人都不许吵架 阿城 阿县 你们听我说 江燕离温柔地笑着阻止了两人 他拍了拍魏英的手 柔声说道 阿县 师姐知道 你不爱被人管着 但是这次 听学挺重要的 你也可多结交些朋友 阿姐 魏英的笑意淡了一些 你虽多次出门夜恋 但是兰家还没去过吧 江燕离笑着说 从那里学成 到底是能让你的修为 更上一层 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 如今 也就几大世家的嫡系能去 我们江家也是因为 与兰老先生有些渊源 才能被选中的 这次魏英必须得去 江燕离心里越发的不安了 他从没想到 江家嫡系从未出过昆泽 如今自己与江城皆是昆泽 这里面到底是谁的手笔 只希望魏英能更上一层 阿诚的婚事才有用 不然江燕离看了看魏英 眼底泛起一点阴冷 只能舍弃魏英 选更有用的人 好吗 魏英低下了头 放开了江燕离的手 听师姐的 我去会会那些个老玩棍 你呀 去那里可不许闯祸 江燕离点了点魏英的鼻子 一旁的江城心里越发的嫉妒了 夜里风微寒 魏英躺在自己屋子的房顶上 手中提着酒灌了一口 他脸上没了白日里的灿烂笑意 魏英并不想娶江城 只是没想到 明明江城分化还早 却因为被屠戮玄武打伤 分化成了昆泽 到底是自己没保护好他 魏英看了看自己的手 明明想要在江城成年之后 离开江家的 这里已然没了自己的容身之处 只是 自己的容身之处又在哪里呢 从前想着 娶个温柔贤淑的昆泽 相敬如宾也好 情投意合也好 总归比留在江家强 如今 江家这个责任只能自己来扛了 自己答应了江叔叔和余姨 将来会娶江城 自己和他的孩子会姓江 这样应该能还了恩情吧 若是能和江城成婚也不错吧 毕竟两人如此熟悉 知道怎么哄江城开心 从小自己就期盼着 能有自己的家人 江家准备了几日 瞧着十日不多 便让姐弟两人与魏英 带着一众江家子弟赶去拦家 江彦离瞧着江城与魏英打闹着出去 微微皱眉 他瞧得出来 江城是喜欢魏英的 只是魏英对江城 怕只当他是弟弟 自从阿城分化成昆泽之后 魏英虽同阿城 看似亲密了许多 但是多了些不情愿与不甘心 他自己没察觉 自己确实能感觉到 也就阿城那个蠢货 什么都感觉不到 还在为魏英 还在为魏英与他亲密开心 江彦离摸了摸自己有些发疼的额头 如今蓝氏听学 正好把定亲之事宣传出去 这样一来也能绑着魏英 江彦离知晓魏英只为还江家的恩情 所以一定不能让他离开江家 不然江家怕是越发的不成样了 江彦离很是庆幸 魏英若是分化成前缘 说不定就出了江家 自己过活了 凭着魏英的实力 这些绰绰有余 很快 江彦离收回了种种思绪 向着蓝家的方向温柔一笑 我终于可以去找你了 那温柔浅犬中 带着丝丝阴冷的计算 云深不知处 蓝家扇门外 小哥哥 拜托了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弄丢拜帖的 不然 你去通报一声 蓝宗主认识我阿姐的 魏英软绵绵地对着蓝家的外门弟子撒着娇 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姑苏蓝氏规定 前来听学的子弟 没有拜帖 不得入内 那外门弟子红着脸 小声拒绝着 不然 这位公子稍等 等我有十三刻换房之际 为你通报一声 江城在旁 哼了一声 魏无羡这张脸 还真是讨人喜欢 不仅昆泽 中庸如此 现在连前缘都不放过了 啊 这么晚 那天都黑了 阿姐是昆泽 不能露宿在外 魏英哀叹了一声 还想去求一求 却被江艳离喊住了 阿现算了 我们再想想办法 江艳离拉住了魏英的手 江城心中一紧 又是阿姐 魏英想到的第一位 永远是阿姐 明明自己是因为 他分化成了昆泽 魏英却一点都不念着自己 灵 一阵空灵响动 只见那上山的阳长小道上 走来一道清冷优雅的身影 那人一袭白衣似血 琉璃般的双眸 淡没着直视前方 不给旁人半点眼光 只是 他的眼睛忍不住 瞥见了那道笑眯眯的身影 是他 蓝湛手指一动 那日夜练 瞧见这人 带着那般灿烂的笑意 将那些傀儡灭杀 倒是让蓝湛 对魏英的实力十分认可 只是 这人话太多 此时的蓝湛周身 散发着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意 上前询问 何时喧哗 那清澈的声音 带着些疏离 那外门弟子 赶忙上前行礼 二公子 您回来了 嗯 蓝湛微微汗手 魏英听到着 有些耳熟的声音 盯着瞅了瞅 是他 顿时 想起来这是上回遇到的小古板 自己唠叨了半天 都没给自己一个眼色 还说什么时不与寝不严的 不过实力倒是不错 与自己在伯仲之间 山门外 被蓝湛的容貌经了经 安静了一会儿 又开始窃窃私语 好帅啊 这就是蓝二公子 嗯 太好看了 这气度 好像嫁给他 别想了 就连我们大公子 也不成的 人家那是蓝家 是呢 肯定是那种 大家族的昆泽 才配得上他 不过据说 蓝二公子的信箱 气味极淡 可能子嗣有些 江城在旁 心里顿时有些不爽气 他偷偷掩藏了 对蓝湛那经验垂涎的眼色 早就听说了 韩光君的名声 如今一件才发现 他果然好出色 这蓝二公子 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 比魏英看着可靠多了 蓝二公子 江城上前 虽说自己是昆泽 但是自己代表着江家 自然是能上前 和蓝湛说话的 蓝湛脸色不变 心里却有些烦躁 这位公子是 江城被江燕离轻轻一拉 才发现自己 盯着蓝湛看了好一会儿 他不由地微微红着脸 蓝二公子是个前缘呢 自己竟然看呆了 江燕离心中一惊 这才一念 江城不会是看上蓝湛了吧 不行 这绝对不行 他才定亲 魏英可还看着 真是个蠢货 不要脸的 果然和他那个娘一样的 水性洋花 江燕离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瞥了一眼江城 江城看到江燕离的眼色 略哆嗦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江城不敢看魏英的脸色 赶紧简略地跟蓝湛 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才带着江燕离和魏英 向蓝湛作一行了个平背之礼 魏英却是压根没注意江城 只是饶有兴趣地看了看蓝湛 都说这寒光公子有匪君子 肇事如珠 井行寒光 逢乱必出 自己看来嘛 披麻带笑 分明就是一个小古板 蓝湛听到江城的介绍 淡淡地点了头 回了个礼 蓝二公子 我不小心弄丢了拜天 我现在去找来 不过这天色已晚 能不能让我师姐和江城先进去 魏英突然伸手 拉住了蓝湛的袖子 十分熟练地用可怜兮兮的眼光瞧着蓝湛 蓝湛心头微微一动 他快速地拉回了自己的衣袖 脸上的神色越发地冷意十足了 蓝湛没想到魏英可以悄无声息地拉住自己的衣服 速度之快 自己都没能避开 此人实力果然在自己之上 这倒让蓝湛对魏英产生了几分与之切磋之意 魏英顿觉自己可能会被揍一顿 差点忘记传说了 这蓝二公子十分不喜旁人接触 他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一脸嬉皮 抱歉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蓝二公子莫怪 蓝湛微微皱眉 只是嬉皮笑脸 不大像话 他太过活泼了些 与人没什么界限 这样的人 自己无法理解 还是算了吧 蓝氏家规 没有拜天 不得入内 蓝湛冷冷地说完 直接转身上山 喂 蓝二公子 要不要这么无情啊 魏英话落 只能呜呜了 才惊觉自己被蓝湛禁言了 怎么这样 刚才不是对自己还算友好 怎么现在这么冷了 难道前缘夕也是海底针吗 魏英气呼呼地 瞪视着蓝湛的背影 哈 别让我找到机会 不然肯定狠狠地教训他一下 这个小古板 定是个冷漠鬼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蛊惑人心第二集 魏英在心里骂开了 在江燕里的安慰下 勉强下山去找拜天去了 蓝湛走到拐角处 才往下看了一眼 他耳朵气得微红 可无遮拦 这人果然是不可理喻 魏英在彩衣镇的客栈 找回了拜天 顺便提了两壶酒 快速地飞回了云深 他到时这山门口 已无人守门 魏英笑了笑 按道这蓝家这点 倒是通情达理 大晚上的谁乐意来 这遍地古板的地方 他将酒往肩上一搭 直接走上前去 啪的一声轻响 魏英额头一疼 只见山门中间 竟是一道结界 嘶 魏英翻了个白眼 我就说古板吧 他画了个符 直接破了结界 大大咧咧地走了进去 小意思 结界就是用来破的 今晚是蓝湛巡夜 他在结界被动之时 便是赶到了距离山门口 最近的少点 蓝湛从高高的塔楼 向着山门看去 只见魏英破了结界 大摇大摆地走来 手中还提了两个酒壶 魏英猜到江燕里等人 已经入了山门 便慢悠悠地爬上了 最高的墙头 想看看他们住哪里了 还没等他找 就觉得身边一阵寒意 转头一瞧 竟然是蓝湛正冷冷地 看着他 啊 哈哈 原来是蓝二公子啊 今晚月色不错 你也来赏月 魏英打着哈哈 指着明朗的夜空 尴尬一笑 毕竟第一天 他也是听了自家师姐的话 并不想惹出什么事来 不过 这小古板 看着似乎死了爹娘一样的丧气 估摸着不肯放过自己 蓝是家规 夜规者不过 卯时莫不远入内 果然 回答魏英的还是蓝湛那照里冷冰冰的声音 魏无羡暗到无趣 他瞧见蓝湛看着自己手里的酒 便是往前一推 天子笑 芬妮一谈 当作没看见我行不行 云身不知处敬酒 蓝湛脸上的面无表情 似乎有些破裂 欲买通执法者 最佳一等 哎 小古板 别这么不讲理好不好 魏英皱眉 我都分你酒了 还想怎么样 小古板就是小古板 明明产酒 还要装模作样 我又不是不给你喝 怎么着 还想两瓶都收回去喝了 瞧着魏英嬉皮笑脸的模样 蓝湛心中有些火气 他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魏英出了剑 那剑直指魏英心口处刺去 魏魏 你过分了呀 原本抱着玩耍心态的魏英 瞧着蓝湛认真对付自己的模样 不得不使出七八分灵力与之对抗 这两人你来我往 月下笔剑 打得十分的畅快 几乎分不出胜负来 魏英挑眉 这个小古板果然还挺厉害的 蓝湛 不打了 魏英觉得这样打下去 自己怕是没时间好好品尝美酒了 只是 他话音刚落 一闪神 蓝湛已经将两壶酒中相连的绳子割断了 一壶酒直接飞了出去 可惜了 魏英未能接住 那酒壶落在园中碎了一地 顿时 那酒洒出来 阵阵酒香飘散开来 蓝湛 你陪我天子笑 魏英在园中抱着另一壶酒 心想 这一壶只能是自己的 蓝湛从屋顶飞了下来 指了指魏英跟前的训诫石 魏英瞧着那上面的三千多条家规 立马歪着头 皱起了眉头 他对着蓝湛调皮一笑 飞回了屋顶 既然里面喝了饭家规 那我在这里喝总可以了吧 说着 魏英揭开酒壶盖 闻了闻这酒香 一口气喝完了这壶天子笑 可惜了没有花生米 冥顽不灵 蓝湛直接进了魏英的眼 靠 又来这招 有够了你 魏英再次飞了下来 对着蓝湛呜呜地翻着白眼 走 在蓝湛冷冷的眼神下 魏英跟着进了云身 毕竟江家人都在里面了 某人绝对不承认自己 有点从心了 于是 到了蓝家第一天 魏英破了几条家规 蓝起人罚了魏英抄写家规 蓝湛担监督之责 魏英在心里骂了一百遍的小古板 而蓝湛则是皱眉 两人接道 这人果真是讨厌至极 藏书阁里静悄悄的 难得魏英的嘴巴停了下来 蓝湛瞥了一眼魏英 这人今日竟然认真地在写字 没有说过一句话 真是稀奇 蓝湛忽略了心里的略有不适 提笔认真的 开始抄写起了家规 他的思绪却有些飘 也不知道这个魏英的 三百遍家规抄好了没有 回头得看一看 不然到时候没抄完 又要被叔父罚了 那便赶不上听学了 魏英将自己手中的笔一放 伸了个懒腰 终于写完了三百遍家规 以后再也不要了 自己宁愿被罚戒齿 蓝湛在做什么 魏英歪过头 拖着脸看着 蓝湛微微咽了口口水 这人为何盯着我瞧 应该不会发现什么吧 魏英突然站起身来 跨过木栏 走到蓝湛身边 蓝二公子 你在做什么 蓝湛捏紧了自己手中的笔 整个人紧绷着 却一动不动 连脸上的表情都未曾变过 哇 好字 魏英瞧着蓝湛写的那些家规 不得不感慨一句 果然有些人还真是优秀 字好看 人更好看 不过嘛 就是太冷了些 蓝湛并未理会 魏英 自顾自地写着字 只是 魏英的靠近 让蓝湛有些心慌 这人身上有股天子笑的气味 果然 是个爱喝酒的人 竟又偷喝 蓝二公子 魏英看到蓝湛不会理自己 气呼呼地喊道 蓝湛 蓝湛转头 看了看魏英 冷意十足 喂 这么看我做什么 是你不理我 我才喊你名字的 魏英上前帮着蓝湛嬷 你看咱们都这么熟了 是不是好朋友了 作为朋友 我跟你说呀 呜呜 蓝湛 你个坏心眼的 竟然又敬我言 蓝湛瞧着魏英气呼呼 却没办法的模样 偷偷在心里笑着 他果然 还是不说话的时候可爱些 蓝湛给你个好东西 自从昨日喊了蓝湛 魏英便没有再将这称呼改过来 反正蓝湛也没有反对不是 魏英将自己画的画递给了蓝湛 蓝湛好奇得紧 却慢悠悠地放下手中的书 接过来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画像 画得还不错 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画得不错 魏英凑近蓝湛 有心逗弄 是不是啊 蓝二公子 蓝湛垂下眼帘 原本想要翘起的嘴角落了下去 尚可 除了家人 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自己东西 魏英他 蓝湛有些珍重地将画像放在一旁 重新拿起书 在魏英戏谑的眼神下 翻到了下一页 魏英 等蓝湛看清 上面画着的竟然是两个正在交合之人 顿时气红了眼 猛地将书扔了 哈哈哈哈 我在 我在 魏英笑得十分猖狂 蓝二哥哥 奴家这是为了你好 萧火有利于身心健康 不知羞涩 蓝湛不仅脸上发烫 连耳朵都红红的 不知道是气红的 还是羞红的 魏英有些惊奇 别告诉我 你没看过这些 果然是个小古板 魏英 我们打过 蓝湛啪地拿起了壁尘 魏英嘟着嘴 挑眉摇头 不成 这里可是藏书阁 我们出去打 蓝湛捏紧自己的壁尘 不要 云身不知处 禁止私自斗殴 魏英有些顽皮地 对着蓝湛吐了吐舌头 我才不要被罚超书 那嘴却是喋喋不休地 调侃着蓝湛 奴家 可是全心全意地 为蓝二哥哥着想啊 不就是一本画册 我那里还有一大堆 不如咱们一起去瞧瞧 蓝湛终于忍无可忍 争将剑抽出了 滚 好好 我走 我走 魏英哈哈大笑着跳出了窗外 看着十分无所谓地跑出了藏书阁 小古板 明日听学见了 魏英笑眯眯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小古板生气起来 还挺可爱的 红彤彤的 一只小白兔 这叫做什么 纯情少男前缘 哈哈 魏英带着江城和聂怀桑 溜达到了后山 开始宣扬自己的英勇事迹 他十分得意 嘻嘻 你们是没看到蓝湛那张生气的脸 真是红彤彤啊 哈哈 魏无羡 你就得意吧 那来二公子本来是个生人物尽的 你不怕到时候又被罚超加规了 江城对着魏英翻了个白眼 有些无奈 我真是佩服魏公子的勇气 竟然敢惹怒兰二公子 聂怀桑摇着扇子 微微叹气 我看到他 就觉得冷 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真想不出来 哪个昆泽敢嫁给这么个冷公子啊 生气到寒滚的蓝湛难见啊 魏英笑得十分得意 心里却想着 那小古板长得真好啊 尤其是生气起来的时候 眉眼不知为何带了思思魅惑 勾得魏英心里有些火热 却不知为何 魏英 魏英 江城喊了几声 魏英才回过神来 你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啊 自然是下次怎么斗蓝湛了 魏英坐了下来 搂住了江城的脖子 怎么你心疼了 看上人家了 魏英 江城瞪了魏英一眼 你明知道 好了 好了 我错了 不逗你了 魏英拍了拍江城的肩膀 滚开 江城红着眼 跑走了 魏英叹息了一声 紧跟其后 只是温柔地哄着 聂怀桑摇着扇子 脸上有些羡慕 哎 真是青梅竹马 狼情惬意啊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个媳妇 却不知刚才的一幕 被蓝湛看到了 他按了按自己有些发色的心口 这是怎么了 为何看到魏英逗弄他人 会觉得不舒服 那江城和魏英是一起长大的吧 那人是个昆泽 甜甜的橙子气味 魏英喜欢那样的昆泽吗 魏英每每遇到蓝湛 必定会喊一声蓝湛 只是蓝湛只给魏英一个冷冰冰的眼神 便转身走开 啊 这 聂怀桑缩了缩脖子 只觉得自己背后冷汗连连 那蓝二公子瞪着自己的模样 太恐怖了 没事 他害羞了 魏英嬉嬉嬉一笑 你们哪 别看蓝湛这样冷冰冰的 其实他挺温柔的 这不 你看我都逗了他 他都没揍我 不是 聂怀桑不敢苟同 蓝二公子没揍你 不是因为他温柔好不好 那是你跑得快 我们又不是你 哪里敢逗蓝二公子 连说话都是个问题 瞧你这得意的模样 江城摇着头 看到魏英逗弄蓝湛的模样 他到底是吃了醋 江城甚至搞不清 自己是吃为魏英的醋 还是蓝湛的 只是他俩这么亲密 阿姐说了 不行的 江城吸了口气 魏英是自己的 那些人就不能想了 江城唯一庆幸的是 之前听魏英说 他不打算臣服于任何人 之前若是自己分化成前缘 魏英的中庸身份 自己和魏英怕是不成的 他应该会离开江家 或者娶了阿姐 所以 自己只能成为昆泽 才能留住他 江城倒也并未将蓝湛 放在心上 只当魏英在蓝家无聊了 想找个人乐一乐 厉害 还是魏公子厉害 聂怀桑再度感慨 也只有魏公子 敢这么对待蓝二公子 听学了几日 魏英越发觉得无聊了 他拿出自己的小红人 使了个法术 让他去寻了蓝湛 跟着小红人 一路却追到了后山冷泉处 一幕美人出玉图 顿时看待了魏某人 他几乎觉得鼻子痒痒的 蓝湛这几日看到魏英 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微微发热 尤其是闻到魏英身上 那淡淡的天子笑的酒香 他去了冷泉沐浴 原本这冷泉有不少人来沐浴 后来看到蓝湛来 便自动将冷泉滑到了蓝湛的私人空间 一般无人再会来后山的冷泉 加上大家都知道 这时候是蓝湛沐浴的时辰 会避开 于是蓝湛并没有下了结界 魏英十分轻松地 进入了后山的冷泉范围 蓝湛觉着自己冷静了下来 于是便起身 透明的水滴 沿着他的身体 滴点滑落 洁白的肌肤在阳光下 散发着朦胧的彩色光泽 魏英在远处 看呆了 光着的蓝二公子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没想到那么清冷的公子 脱了衣服 却变得温柔可人了许多 魏英扫视了一眼 只觉得心里有些火气上涌 等他靠近 闻到了蓝湛身上淡淡的龙井茶香 微微皱眉 差点忘记了 这人是个前缘 魏英笑嘻嘻地喊了一声 蓝湛 原来这里呀 真是可惜了 这么漂亮的身体 竟然是个前缘 若是个昆泽 以前的自己 怕是会追求一番 现在就算了 自己可没有巨人之下的爱好 而且 江城他 爱 蓝湛一顿 立马伸手拿着衣服穿了上去 顾不上自己身上还没擦干 魏英脱了鞋 跟着下了水 湿搭搭穿什么衣服 我一个中庸都不怕 你一个前缘怕什么 你做什么 蓝湛往边上躲了一步 哎 蓝湛 你真不厚道 魏英一进入冷泉 立马发现了好处 这里灵气十足 有助修炼 亏我们还是好朋友呢 有这么好的地方 也不告诉我一声 说着 魏英开始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你 蓝湛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魏英会直接脱了衣服 不 不知羞耻 蓝湛 蓝湛红了脸 起身直接往上走 哎 蓝湛你走什么 魏英眼里满是戏谑 放心了 我不会告诉别人 你小的 蓝湛紧紧地捏紧了自己的拳头 想着 要不要回头给某个混蛋一拳 却又不敢回头 好了 好了 不逗你了 魏英窜到了蓝湛的跟前 那衣服已经穿好了 蓝湛原本紧绷的身体 放松了不少 他偷偷呼出了一口气 这人总是能够搅乱自己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思绪 魏英看着蓝湛发红的眼睛 带着湿漉漉的水泽 一身白衣湿答答地黏在他身上 反而让他散发着一丝魅惑 魏英咽了咽口水 他凑近蓝湛 你干什么 蓝湛冷静了下来 对着魏英又是那面无表情 蓝湛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长得很好看 魏英笑得温柔 眼神里面都是认真 比那些昆泽都好看 而且还很香 这香味靠近门 似乎不是龙井的茶香 而是一股清雅微甜的气味 闻起来十分舒服 蓝湛的脸上一瞬间的呆滞 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到魏英猛地倒了下去 蓝湛 救我 魏英在心里骂了句脏话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脚下一股犀利 将魏英直接带了下去 他呛了好几口水 魏英 蓝湛伸手 却没有抓住魏英 他心里一慌 急忙抓住了自己的壁尘 很快 他也被泉下的那阵犀利带了下去 两人被迫从冷泉一路滑到了底下的坛子里 蓝湛很快站定 他扶了一把魏英 才观察起周围的环境 轻声道 这里是寒潭洞 他记得藏书革密室中 有一本古籍曾有记载 冷泉之下便是寒潭洞 而这寒潭洞中 有一块阴帖 蓝湛微微吸了口气 阴帖出世 怕是又一场腥风血雨 那原本是上古家族卫士的族中至宝 炼化阴帖 可控傀儡 鬼怪 这也是当年卫士一家独大的秘密 只是 后来 卫士出了叛徒 阴帖被盗 最终四分五裂 这阴帖流落在外 被许多人窥忌 很多人都想将这四块阴帖 占为己有 当时的四大修仙家族占了出来 而这阴帖被分而藏之 为的是不再有人在因为阴帖而死 只是 如今并未听说卫士后人的踪迹 难道有人想要制作傀儡吗 蓝湛瞥了一眼卫英 这人也幸卫 不过应该和卫士不是同之吧 不然 蓝 蓝湛 这里是哪呀 卫英一摸脸上的水滴 看着这比冷泉还要冷的地方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寒潭 蓝湛往前走去 只见潭边的空地上 一张有冰雪制成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古琴 流苏清垂 淡淡的光运 一眼便知是个不凡之物 阿卫英跟着走上前 却不想还没到蓝湛跟前 就被古琴攻击了 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又重新落回了寒潭中 眼看着卫英被两次打飞出去 却对自己没有反应 蓝湛一时愣住 卫英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他看到一旁的兔子上 刻着云纹的抹鹅 顿时脑中一亮 蓝湛 抹鹅 是抹鹅 蓝湛一顿 他转过头 略略思索了一番 一阵犹豫过后 到底是下了寒潭 只见蓝湛脸色微微发红 他解下抹鹅 将卫英的手腕 和自己的绑在了一起 才带着卫英上前 这次古琴并未攻击卫英 哎 这样还真可以 卫英惊奇 看起来不是你家人 还真进不来 莫要胡言乱语 蓝湛轻轻一扯 将卫英带了上来 蓝湛对着那群恭敬的行了礼 卫英瞧着也跟着行了礼 前辈请原谅 忘记无意惊扰前辈 只是 接下去的话 蓝湛并没有细说 只是扯着卫英 坐到了琴前 谈了一曲问铃 你们来了 一道略带着清冷的女声响起 只见一个女子抱着一只头戴抹鹅的兔子 走了过来 那女子额肩同样绑着一条蓝氏抹鹅 蓝衣前辈 蓝湛将位置让了出来 直接给蓝衣行了大礼 这不是你家老祖宗 怎么在这里 卫英轻声嘀咕 蓝湛看了看卫英 阴铁 看起来 你已经知道了 蓝衣一笑 我守了这么多年 如今已是历劫 你们能进来 便是有缘之人 蓝衣伸手 将阴铁交给了蓝湛 这交给你们了 切记莫要尝试炼化阴铁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除非找到卫氏后人 说完 蓝衣的身影越来越淡 直至消失 两人被送出了寒潭洞 卫英因为不注意 被绊了一脚 直接扑倒在蓝湛身上 蓝湛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魏无羡 你在做什么 江城惊怒 蓝二公子 魏英是我的未婚夫 你怎么可以仗着自己好看 就如此不要脸地勾引他 果然 长得好看的人 都不是什么好货色 就算蓝望鸡是个前缘也一样 魏英与蓝湛可不是同性 更何况 同性相恋这世间 也不是没有的 你 起来 蓝湛蓝脸上带着一丝恼怒 心里有些烦乱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蛊惑人心第三集 魏英赶紧起身 蓝湛小心翼翼地将某鹅收回 行李告别 立马转身离开 蓝湛 魏英瞧着蓝湛的背影 知晓他被江城的话伤到了 江城 以后说话小心点 那人是蓝湛还好些 你这么说一个前缘 也不怕人家对你动手 魏英有些生气 却压着脾气 对着江城劝解 我们来蓝湛听学 可不是来结仇的 我说错了什么 你们明明都抱在一起了 你说过不会去人之下 不是他勾引你的 还有什么 江城有些口不择言 江城 你胡说什么 闭嘴 魏英到底是生气了 我与蓝湛 没有做任何愉悦之事 刚才是我不小心摔倒 将他带倒 你责备他做什么 怎么就心疼了 这就护上了 他一个前缘 长得比昆泽还好看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江城冷哼了一声 魏无限 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的未婚夫 我不准你看其他人 不可理喻 这是魏英第一次 对着江城发脾气 他甩袖 直接离开了 你竟然为了外人 对我发脾气 江城眼睛红红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会变成昆泽呢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蓝湛 你给我等着 蓝湛将阴铁交给了蓝启仁 蓝启仁 只给了他一个丰厄乾坤袋 装了那音帖 这音帖 目前由蓝湛保管着 说是蓝湛年轻一代 为他最强 进室内 蓝湛拨动着琴弦 想起江城的那些话 心里略略烦躁着 以后 还是离魏英远一点吧 原本自己与他 就是不同的世界 旺姬 蓝湛走了进来 与蓝湛有些几分相似的脸上 带着和煦的笑容 自那日寒谭回来 旺姬便心事重重 似乎在躲着魏公子 兄长 蓝湛对着蓝湛点了点头 可是有什么事 听弟子说 韩光君从寒滩回来 一直在抚琴 过来看看你 蓝湛温柔地笑着 眼中带着些细血 蓝湛一闪而过得慌张 我只是想提升一下灵力 毕竟阴铁出世 乱世中只求 护得住叔父和兄长 忘记不用太有压力 哎 蓝湛微微叹息 要不是自己被人陷害 分化成了昆泽 却又不够完整 才需要修养 不然 这一切也不用压在 忘记身上 忘记从小就带着 昆泽的气味 若不是和自己一样 背下了转化性别的药物 也不会分化成前缘 和其他蓝湛嫡系不同 忘记是百年难见的 昆泽之身 从小作为昆泽培养 为人不过不安事事 不善交际 却仿佛冷淡 只是 外人不知罢了 如今却要担上 蓝湛这个重担 兄长无需担忧 我的身子无事 你却要好好休养 才能真正分化成昆泽 蓝湛知道 蓝湛又在自责 立马岔开了话题 兄长 近日在做什么 蓝湛知晓 蓝湛不想说这事 于是将手中提着的石盒 放到了一旁的矮桌上 燕梨教了 我做莲藕排骨汤 你尝尝可适口 多谢兄长 蓝湛喝了两口 的确是可口 难怪魏英说 这是最好吃的食物 蓝湛的手一顿 他微吸了口气 兄长 忘记想要闭关 自己要更强一些才行 不可勉强自己 蓝湛见蓝湛 态度坚决 只说了 让他同叔父蓝湛人 说一声 嗯 魏英有些无聊的 看着上课的众人 他瞥了一眼 蓝湛空着的位置 不由有些担忧 那日 自己陪着蓝湛 去寻了蓝湛人 只是 那阴帖扔给蓝湛保管 是不是太草率了些 蓝湿负重 加上个阴帖 难怪想要去闭关了 江城看到魏英呆呆地 盯着蓝湛的位置发呆 心里一阵阵地难受 他只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凭什么自己的未婚夫 这么关心一个前缘 却不来关心自己 说什么不会喜欢前缘 都是骗人的吧 芬妮就是为了拒绝 自己的借口 魏英说过 他不会拘于人之下的 难道因为蓝湛好看 他就想嫁了吗 江城觉得 自家阿姐果然说得对 蓝氏族人 果然都不是好人 精明得很 一看魏英有能力 是不是打算跟自己抢 原本还对蓝湛的容貌 有几分肖想的江城 此时顿时觉得 蓝湛又恶心又可恶 不 这不行 自己为了魏英 变成了昆泽 怎么可能再把他拱手让人呢 江城想到之前 江雁黎说的那些话 他告诫自己 不可与魏英僵着 若是想要魏英喜欢他 还需多关心关心魏英 不能老是让魏英觉得自己 骄纵 乱发脾气 阿姐 你教我怎么做莲藕排骨汤吧 江城缠着江雁黎 魏英最喜欢的是 阿姐的莲藕排骨汤 那自己学会了 他也会喜欢的吧 寒潭洞中 蓝湛的闭关并没有太久 他入定只三天便醒了过来 不过 这次倒是提升了不少 蓝湛出了寒潭 避开了所有人 原本打算直接回静室的他 看到江城与江雁离去了厨房 说到了莲藕排骨汤 不自觉地跟了上去 蓝湛悄悄记下了那做法 便回去了静室 他第一次进入静室的厨房 尝试着自己做 没想到还算成功 和兄长做得差不多呢 蓝湛吃完 微微一笑 将东西都清理干净 不做多想 夜晚的云深不知处 一片静悄悄 聂怀桑小心地四处张望着 看着周围没有人 踩紧了紧怀中的东西 摸到了魏英的房间外 咚 咚咚 咚咚咚 聂怀桑敲响了门 只见魏英探出头来 四处快速地扫荡了一遍 怎么才来 看我找了什么好东西 聂怀桑用扇子瞧瞧了敲自己手中的东西 不错 魏英闻到了一阵炒花生的香味 挑眉一笑 他快速地把聂怀桑拉进房间 此时 房中竟然还有一人江城 嗯 他 聂怀桑到底有些不太适应 毕竟江城是个昆泽 自己是中庸 倒是无所谓 毕竟魏英也是中庸 可这江城是个昆泽 一起喝酒 万一醉了 没事 江城酒量不错 魏英自然不会跟聂怀桑说 这是江城一定要来的 不过 自己小心些 自然不会有问题 江城冷眼看了看聂怀桑 并没有说话 等到三人喝了一会儿酒 便开始热闹了 他们说着 这几日发生的趣事 有说有笑的 魏英好几日没见着拦战了 略有些想念 果然失去了 逗弄小古板的日子 略感无趣 扑哧 魏英突然一笑 自己怎么和小古板学上话了 无趣啊 无趣 魏兄 你笑什么 聂怀桑和江城都看着魏英 魏英摆了摆手 没事 没事 觉得你讲得挺有趣的 嘿嘿 那是自然 聂怀桑勾着魏英的脖子 不错吧 我跟你说哦 那个金字勋 江城之前听了江燕离的话 静下心来 和魏英谈了谈 魏英看着 虽然有些烦自己 到底说了 没有喜欢蓝战 江城看了看 魏英那张俊秀中 戴着媚态的脸 这人的性格 又是风流不羁 难怪连那些 前缘都会心动 呵 趁着某人不在 咱们痛快一回 不然被抓到 又要受罚了 魏英拿起酒杯 品着美酒 吃着花生 十分惬意 魏兄是说来二公子 聂怀桑这话音刚落 碰的一声 门被踢开了 只见一道清冷的白色身影 走了进来 说曹操 曹操道 云深不知处敬酒 你们三人自己去戒律堂领罚吧 蓝湛冷眼看着房中的三人 目光扫视过那些凌乱的酒瓶 微微皱眉 哈 蓝湛你出关了呀 魏英急忙打起了哈哈 出关了 也不告诉我一声 还是不是朋友了 是你们自己去领罚 还是我让人来请你们过去 蓝湛并不理会魏英 看着他嬉皮笑脸的模样 转身就要出门 魏英怎么可能让蓝湛去打小报告 他伸手一张符咒贴在了蓝湛的背后 魏英挥手 招呼江城和聂怀桑逃走 你们还不快跑 我来制住蓝湛 江城还想说什么 被聂怀桑快速拉住 快走 你想受罚呀 江城本就喝了点酒 身上有些发软 一不注意被聂怀桑直接拖走了 魏英看到两人离开 立马关上了门 他坐到矮桌旁 在自己的酒杯中 倒了一杯酒 对着蓝湛下了指令 来 蓝湛 过来喝一杯 蓝湛整个人被定住了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 听从了魏英的话 神色呆滞地走了过去 坐下 拿住了酒杯 魏英 你给我等着 蓝湛眼睁睁地看着那酒 一点点地送入了自己的口中 咽下 好啦 难喝 几乎要逼出蓝湛的眼泪 怎么样 蓝湛 好喝吧 魏英笑眯眯的看着蓝湛 却发现蓝湛脸色一点都没变 嗯 好晕 蓝湛只觉得自己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晃动 不会吧 蓝湛 你脸皮这么厚的吗 一点都不显 魏英在蓝湛眼前挥了挥手 见他没有一点反应 撇了撇嘴 顿觉没意思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碰的一声巨响 蓝湛的头直接砸到了桌子上 喂 蓝湛你没事吧 痛不痛 魏英赶紧扶起蓝湛的头 只见蓝湛双眼紧闭 没有任何反应 魏英将蓝湛抱到了床上躺下 瞧着他软乎乎的模样 一时没忍住 想要伸手拿开抹额查看 那手却被蓝湛的手拍开了 不要动 蓝湛脸上的表情有些不高兴 哟 这个你倒是反应过来了 魏英收回手 小气鬼 又不是没有碰过 魏英瞧着蓝湛嫩乎乎的脸蛋 明明比自己大了一岁 怎么看着这人比自己还要小呢 不过 这模样好歹有些表情了 还真是可爱 蓝湛乖乖地躺倒在床上 魏英拿着酒瓶 灌了一口蓝湛叫声魏哥哥 魏哥哥软糯的声音响起 听得魏英心头一动 蓝湛 你以前喝过酒没有 没有 蓝湛摇了摇头 魏英 坏 好好 我坏 哈哈 魏英心情十分爽气 原来这样可爱的蓝湛只有自己见过呢 蓝湛迷糊地瞪眼 直直地瞧着上方的房梁 你的抹额歪了 魏英喝了一口酒 看到蓝湛的抹额被他自己睡歪了 想要上前扶正 走开 蓝湛推开了魏英的手 他坐了起来 自己调整着抹额的位置 我自己来 唯 醉鬼 还是歪了 魏英一时好奇 又见蓝湛整了几次都没有弄好 他突然伸手 扯下了蓝湛的抹额 我来吧 还给我 蓝湛眼中闪过一丝不可置信和愤怒 他用力地从魏英手中抹额 急忙给自己戴上 却发现怎么都记不好 这的确是一条普通的抹额吧 魏英瞧着蓝湛级红眼的模样 眨巴着眼睛 盯着那抹额看了又看 额 的确只是条抹额 哎 一声烦躁的叹息声 从蓝湛口中发出 魏英一正 抬起头 看到蓝湛抱着自己的膝盖 委屈地撅着嘴 蓝湛的口中细碎地嘀咕着 抹额 额 乃重要之物 非父母伴侣儿女不能触碰 啊 你上次不是给我 魏英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蓝湛抬起头看他 突然伸手搂住了他 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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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湛喊完 整个人又倒了下去 双手合在胸前 害时到 睡觉 魏英只觉得自己的心口 砰砰砰的跳着 脸上微微发烫 蓝 蓝湛 你 结果 回答他的只有 清浅的呼吸声 喂 蓝湛哥哥 你不能就这么睡了呀 魏英叹了口气 真是的 自己跟罪鬼说什么呀 他明日怕事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只是 为什么蓝湛会喊自己 那日他用抹额绑自己 是为了不让自己被打伤吧 毕竟 蓝湛虽然看着冷冷清清的一个人 其实他很善良 只不过是不善言辞罢了 想不通的事情 魏英不乐意耗费精力去思考 他瞧着已经睡熟的蓝湛 哀叹了一声 你倒是睡得舒服 我的床啊 魏英坐在蒲团上打坐 不一会儿 他的身体东摇西摆的 没一会儿 整个人靠在床檐上睡着了 咚咚咚 门口的蓝湿外门弟子边敲着门 边喊道 魏公子 魏公子 魏英听到门口的声音 转醒了过来 他猛地睁开眼 站起身来 一边拉着衣服 一边往外走 正要去开门 却听到一声咚的巨响 魏英转头一看 发现蓝湛还在自己房间里 此时的蓝湛翻了个身 从床上滚了下来 扑哧 哈哈哈哈 魏英哈哈大笑了起来 立马吵醒了蓝湛 蓝湛睁开眼 看到正在大笑的魏英 有些愣神 只不过一瞬 蓝湛的脸色立马发白 自己昨日 被魏英灌久了 记忆只停留在自己喝完酒之后 觉得十分头晕 自己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吗 蓝湛的脸色越来越白 他站了起来 缓缓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大跨步走过了魏英身边 蓝湛 冷意全开的蓝湛 让魏英都来不及反应 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 这会儿魏英算是明白 聂怀桑口中的寒 冷得自己都不敢动 哎 蓝湛等我下 你去哪里 魏英扒了好自己的衣服 一边跟了上去 戒律堂领罚 蓝湛冷冷地送出了这几个字 大跨步离开 魏英顿时不动了 领罚 那自己跟去岂不是也要被罚 他顿绝头大 哪里有自己送上门去被处罚的 可是昨晚是自己带着蓝湛喝酒的 这让他为此受罚似乎不太好 魏英一咬牙 到底跟了上妻 那位蓝湿弟子呆呆地看着魏英 追着蓝湛跑了 满脑子的二公子 怎么从魏公子房中出来了 他一转身才看到 房间内的一片狼藉 酒杯 横着的酒瓶和那堆散乱的花生壳 顿时惊呆了 二公子 昨日喝酒了 没多久 蓝湛 蓝氏的长法弟子 竟然和人喝了一碗的酒 这消息立马被传了出去 蓝湛直接去了戒律堂 跪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蓝启仁和蓝换到了 蓝湛行了礼 声音有些僵硬 忘记有错 请叔父重罚 蓝老 先生 这不是蓝湛的错 是我非要拉着他喝酒的 魏英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跟着跪在了蓝湛的身边 要罚就罚我吧 忘记有错 请叔父 兄长重罚 蓝湛却不管魏英说的 丝毫没有为自己辩解 唯 哪有人自己讨伐的 再说了 本就不是你的错 魏英瞪了蓝湛一眼 先生 这不关蓝湛的事 忘记 魏公子出来 云深不知处 不知规则 你却是在这里长大的 怎么能明知故犯呢 蓝湛心中叹了口气 这不乏 怕是忘记 自己心里倒是会不安了 蓝湛 但瞥了一眼魏英 忘记太过在意 魏公子了些 只希望叔父罚得轻些 蓝起人气得吹胡子瞪眼 对着底下的一大片 只能狠狠地瞪了瞪魏英 蓝湛 魏英 罚戒齿三百 给我去抄蓝湿 加规一千遍 三百下 那我还有命回莲花物 魏英看了看一旁 粗大的木棍子 哆嗦了一下 以往在莲花物 最多就贵贵祠堂 大不了打几下手心 蓝湿这家规 怕不是要人命吧 魏英突然有些可怜蓝湛了 在这三千家规下长大的蓝湛 难怪这么老气沉沉的 是个小古板 不过 很快他便没了心思 可怜别人了 因为他只想可怜自己的背呀 三百下戒齿果然很 哎哟 哎哟 痛 魏英忍不住喊出声 他转过头 却瞧见蓝湛一声不吭地 直直地挺着腰 若不是额间低落的汗珠 魏英觉得那戒齿 仿佛没有打到他身上一般 处罚完毕 蓝起人带着蓝湛离开 蓝湛本想着留下来照顾 但是被蓝湛却拒绝了 其他人也在蓝湛冷淡的眼神下 偷偷溜走了 只见蓝湛缓慢地站起身来 也不看旁人 仍是风姿 清冷地离开了戒律堂 哎 这蓝老头也真是的 自己侄子都不知道放个水的 魏英抱怨了一句 扶着自己的腰站起来 他尝试走了两步 却发现压根动不了 这蓝湛是怎么做到 保持着那一身优雅的姿势离开的 魏英撇了撇嘴 不知为何心里有些焦虑与生气 这面子还能当饭吃不成 很快 江城和江燕梨赶过来 一边一人 扶着魏英离开 哎 痛死我了 魏英扶着腰 对着江燕梨说道 我要吃莲藕排骨汤 好 江燕梨自然答应了下来 等会儿我让人去山下买点材料回来 蓝湿只有些素食 你这受伤了 怕是不够补补 嘿嘿 师姐给蓝湛也弄点 魏英说道 那啥 毕竟是我的错 我昨天把蓝湛灌醉了 然后自己也跟着睡着了 江城哼了一声 原本他回去自己宿舍 有些放心不下魏英 吃了解酒药 等自己好点了 去找魏英的时候 发现魏英正熄了灯 他敲了两下 见里面没反应 只好回去休息了 原以为蓝湛早走了 却不想两人竟然单独待了一夜 咳 江燕梨看到江城这般生气 怕出口又要说些难听的话 立马以咳嗽阻止了 江城看了看江燕梨 江燕梨对着他摇摇头 忍了忍才勉强不再开口 伴随着江城的冷眼 江燕梨的安慰 魏英被扶了回去 等他们离开 蓝湛从转角处走了出来 看到魏英被人带走 心里松了口气 他转身直接去了冷泉疗伤 经历了被罚事件 魏英觉得蓝湛似乎越发不待见自己了 他一直躲在静视没有出来 魏英想要找蓝湛 却被告知蓝湛闭关了 闭关? 魏英突然想到了之前的音帖 他想同蓝湛谈一谈这事 然而 这一等却等到了听学都结束了 魏英明日就要回去了 江城整理着衣服 显得十分高兴 终于可以让魏英远离蓝湛了 不过姐姐也真是的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围着蓝湛 就算两人成了密友 也不能邀请他来江家玩 那不是让蓝湛也跟着一起来吗? 是啊 魏英略有些可惜 竟然没见到蓝湛就要回去了 是夜 魏英等晚上 偷偷溜进了蓝湛的静视 想要将蓝湛堵个正着 可他等了好久 都没见到蓝湛回屋的身影 他皱着眉 蓝湛到底去了哪里 看着这屋子似乎少了点人气 冷清的一色白 这人不会为了躲自己跑出去了吧 魏英脑中闪过这个念头 又不觉好笑 人家可是蓝湛二公子 是个前缘 想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阴铁 也不知道二公子 这次外出夜列是否顺利 突然 一道声音传入魏英耳中 正是两个夜中巡逻的蓝湛弟子 正在讲话 自然没有问题的 不过 二公子走得好极 今日一大早就出发了 是啊 明日听学的世家公子一离开 我们云深不知处 越发地冷清了 连二公子的训斥声都没了 魏英轻泽了一声 心里有些不舒坦 怎么连夜列也不喊我一声 就走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蛊惑人心第四集 很快 他勾嘴一笑 你跑了 我还不能去找吗 魏英拿出他的小指人 让他指了个方向 好在之前 自己偷过蓝湛掉落在地上的一缕发丝 不然这个距离还真不好找 魏英回到房间 龙飞凤舞地撒下了几个大字 等明日师姐他们找自己 自然就瞧见了 做完这些 魏英将屋子里的细软和衣物等收拾好 追着小指人离开了云深不知处 蓝湾看着魏英离开的身影 微微一笑 旺姬到底是在意魏公子的 好在魏公子也在意旺姬 只是 那位江公子却是个问题 若不是听得出艳离那边的意思 不想要邪恩图报 想要为公子自由地去寻自己的幸福 他也不会同意两人的相处的 蓝湾抬眼 看了看江艳离的屋子 又轻声叹了口气 叔父正在同金家商讨 金子轩与自己的婚事 只是金子轩看着喜欢的是江艳离 而江艳离和自己关系不错 若是那江艳离也喜欢金子轩 自己倒是可以退出 本来自己也不想为与人下 蓝湾压下了心底的那些烦躁 旺姬已经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 自己不能再出差池了 希望魏公子在外能保护好旺姬 等蓝湾离开 江艳离才从暗处走出来 他看着魏英离开的方向 皱着眉头 得想个办法 江艳离心里烦闷 明明蓝湿嫡系应该分化成前缘的 为何蓝湾会是昆泽 自己喜欢蓝湾 但也不妨碍自己想要得到金子轩 目前也就金子轩最合适自己 身份也高 本来自己的目标是蓝湛 但是蓝湛没人太冷 而且给江艳离一种违和感 江艳离总觉得蓝湛和魏英之间太过亲密 若是蓝湛喜欢上魏英 或者两人相互喜欢 江艳离摸了摸手指 那就只能用药了 到时候也可用解药 换自己与金子轩的一纸昏书 隔天一早 江城整理好东西 等魏英来 好久都没等到 江城皱着眉头 去了魏英的屋里 却见到里面一片干净 被子也是整齐地冷着 看着魏英已经离开多时 江城看到桌上的纸 上面是魏英的字 去夜烈眼 默寻我 阿姐 你看她 江城满脸着急和恐慌 她转身对着跟进来的江艳离抱怨 阿城 没事的 阿县她爱玩 过几日便回了 我们先回莲花屋吧 江艳离安慰着江城 江艳离心里虽然有些埋怨 江城看不住魏英 昨日她倒也没有出手拦下魏英 只因为自己拦住了 以后魏英还是会跑出去的 留人 留不住心 可是 江城却十分不爽 魏英是不是去找那个拦战了 阿姐也你知道了是不是 我知道又如何 江艳离有些头疼江城的闹腾 阿县要走 我能追得上 你能留得住 有这个时间埋怨 倒不如想想怎么去找魏英 怎么让她回来 我现在就去找她 江城听了 想要追出去 回来 江艳离脸色微微发冷 现在你还能追得上她 自己尽心点吧 别老是把人往外推 江艳离拉住了江城往外走 别让爹娘担心 回去之后再找阿县 好吧 江城知道自己现在也找不到魏英 只能回去再想办法得到她的消息 总不能赖在蓝家不走 回家 先学学怎么样的软 怎么样的可怜 才能让魏英跟着你回来 一片避空 这天色晴朗 让人的心绪也定了几分 蓝战不行着 这趟下来是为了查找有关阴铁之事 顺便历练一番 叔父与兄长 同她说不用着急着回家 蓝战自然也希望自己历练 能让灵力再上一分 以便未来能更好地守护好蓝家 蓝战到底年少 对自己家族还有些迷茫 她小时候 一直是昆泽培养 兄长与叔父对自己十分宠溺 几乎不让自己接触俗事 蓝战以往的生活 就是修炼 煮茶 看风景 只是谁都没想到那场变故 如今还没查出来 给自己与兄长下药的幕后主使 又来了个阴铁现世 虽然蓝家如今是第一修仙世家 其实那位子岌岌可危 蓝家比其他无非多了些底蕴 自己虽说灵力超过了叔父 可到底稚嫩 没什么实战精力 蓝战脑中纷纷乱乱地转动着 啪得轻响 耳边出来一阵破空的响声 蓝战伸手一接 手中微凉的 带着琵琶的清香 蓝战看到手中的琵琶微微一笑 没用来的觉得自己心中有些欣喜 也安定了几分 喂 蓝战 你等等我 魏英赶了上来 好在蓝战走得不快 自己赶了一晚的夜路 才追上蓝战的 等魏英与蓝战齐平 蓝战立马收了那些笑意 蓝战 你怎么自己走了呢 说好了一起去夜列的 魏英嘴里不停地抱怨着 啰嗦的声音在蓝战耳边响着 他却觉得有些怀念 果然魏英就是话多 无聊 蓝战勾起嘴唇微微一笑 直接跨上了一条小周 魏英侧头看到了 也跟着傻笑起来 果然 蓝战笑起来真是好看 如同春风化冰那般 让人心爽神怡 魏英跟着跳上了小周 蓝战 咱们去哪里啊 蓝战难得心情良好 回了魏英的话 先去长家瞧瞧 那边传出了是花女的消息 似乎影响了那边的百姓 这是我也听说了 魏英摸着自己的下巴 都说是花女美极 也不知道和蓝战相比 谁更胜一分 似乎说是 是花女喜欢好看文雅 又会写诗的前缘 于是才在城中的告示上 让那些人写 魏英笑道 谁写得好 她会送一场花语 但是还没见能 直接同她见面的 蓝战同魏英 赶到长家附近的时候 天色已晚 他俩寻了一处客栈 走了进去 两位仙官吃饭 还是住店哪 店小二立马上前来招呼 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 要两间上房 再整点清淡地 给我们送过来 魏英接过了话茬 挡在了蓝战的身前 这 不好意思 两位仙官 这里只剩一间上房了 您看 店小二带着些歉意和讨好 并说明了这里的情况 这里只有咱还有房 因为是花女的事情 其他客栈都满了 这样啊 魏英摸了摸下吧 蓝战 怎么办 要不 咱们凑合一晚 蓝战听到 魏英所说 避开了她的眼神 心中一动 可以 已经没得选了不是 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蓝战有些自暴自弃地 窃喜着 行 那间上房我们要了 顺便弄些 清淡些的吃食来 要快 魏英扔了些银两 给店小二 新官 这边请 店小二急忙带着蓝战和魏英 到了那唯一的上房 魏英一走进去 就闻到了一股霉味 只见里面只有一床一塌 店小二看到魏英的脸上 有些不愉快 紧忙解释 这里近日湿气足 等会儿 让人来熏一熏 换了床铺便好了 店里忙 还未整理 魏英伸手摸了摸柜子 好在还算干净 脸上嫌弃的神色 却一直没下来 不用了 你让人上点韭菜 魏英拒绝了 让店小二下去 蓝战你先等等再进来 魏英直接试了个法术 让这个屋子暖了起来 那些气味也被散去 他又从自己的乾坤袋中 拿出几支熏香 点燃了 这是魏英从蓝市要的 是蓝战平日里 常用的那种气味 蓝战瞧着魏英的动作 嗅着那熟悉的熏香味道 心里越发地欣喜起来 魏英他原来都注意到 这些细节了 很快 蓝战又心情低落了下去 只是自己是前缘了 必定不能和魏英在一起 这段十日夜恋 自己是不是能偷得 一些美好的回忆 足够回味一生 魏蓝 等到兄长生下孩子 过季给自己一个姓蓝 到时候 自己把孩子养大 一直到他能接下 蓝市宗主的位置 然后自己就可以去 寒潭洞闭关修炼 提升灵力 一直守着蓝市 蓝战偷偷瞧着魏英 那人浑身散发着温和的气质 脸上一直挂着笑 他会和那个江城成婚吧 毕竟这两人已经定亲了 那日自己瞧见了 江城受伤 分化成昆泽 魏英紧张的模样 只是 为何魏英看着对江城有些烦闷 蓝战摸了摸自己的衣袖 就让自己放肆这一回 一会儿就好 等回去 我把一切都回归到原来的位置 看着魏英打扫着屋子 蓝战想了想 下了楼 店家 给我换一瓶酒 要上好的 另外 送支烧鸡上来 蓝战说完 等着店家准备 马上来 店家让后面的厨房做好的烧鸡拿出来 又亲自备了一壶酒 公子 您要的东西来了 店家把托盘递给了蓝战 蓝战拿了 便端着酒上了楼 魏英看到蓝战手中的酒 顿时眼中一亮 给我的 蓝战微微点头 将酒放到了魏英跟前 他看到魏英脸上的开心 心里也跟着高兴 魏英拿过酒 给自己倒了一杯 嗅了嗅 嗯 好酒 香 他一口闷了那酒杯中的酒 又蓄上了一杯 少喝点 今晚要办事 蓝战看到魏英一杯接着一杯 忍不住提醒 蓝战听着蓝战的话 瞧着他眼中的担心 嬉嬉一笑 放心 这点不会醉 这酒很好喝 魏英慢了起来 一边品尝着美酒 一边欣赏着眼前的蓝氏美男 蓝战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轻咳了一声 喝了口茶 转头看向了窗外 这窗外热热闹闹的 虽是夜晚 外出的人也不少 普通人多 仙佳人也有 这些怕是被是花女引来的 蓝战之前 虽不怎么外出 却也知晓 这里的仙佳人 没那么多 如今都聚集在一起 蓝战微微皱眉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若是有人 故意传这样的消息 引人过来 是花女于修炼 却是佳品 哎 忽然 蓝战脸色一变 整个人一跃而下 他一手将一辆马车推开 一手抱起了马车底下被压的孩子 蓝战原本是为了避开魏英灼灼的眼神 却不想看到了有人欺负一个孩子 那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 脸上满是讨好的神色 可惜对面的人眼中那不屑与轻蔑 必定不会让那孩子如意了 不过是一块糕点罢了 竟然要人命 看到那马车冲了过来 蓝战跳了下去 却没赶得及 他搂着孩子 轻轻拍打着他的背 轻声道歉 抱歉 我来晚了 蓝战觉得那是他的错 自己没能早些下来 那孩子似乎被吓到了 缩在蓝战的怀中 一动不动的 忍着疼却不敢出声 蓝战 怎么样 没受伤吧 魏英也跟着跳了下来 他着急地扫视着蓝战的身体 见蓝战摇头才定下心来 魏英站到了蓝战的身前 对上了那辆马车 蓝战给那孩子处理起伤口 小心翼翼地温柔 痛了 记得和我说 好 那孩子呆呆地回答着 眼中似乎带着许多不解 手指的疼痛 让他忘记了许多 唯独眼前人那温柔的声音 他至此难忘 我叫蓝战 你可以喊我蓝哥哥 你叫什么 蓝战弄好了伤口 给那孩子喂了药 才轻柔地开口询问 薛阳 薛阳低下了头 这人身上洁白的 干净的 不像自己 他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身体 带着些欺许 蓝 哥哥 乖 蓝战伸手摸了摸 薛阳的头 哪里来的混账玩意儿 竟然敢坏我的好事 马车里走出来一个身形肥瘦的 中年男子 口中叫嚷着 眼中似乎对魏英和蓝战 有些忌惮 你爷爷我 江氏大弟子魏无羡 这位是蓝氏二公子蓝忘记 魏英自曝了家门 怎么小小的长家 还想怎么我们 嗯 原来是江家与蓝家两位公子 失敬失敬 长慈安从很利 立马转变了谄媚 这地头蛇做了这么多年 要不是自家别院出了卫世花女 他长家还在鱼肉百姓 哪里会有这么多的修仙之人来 此处辟乡 都是高高在上 自己得罪不起 魏英 走吧 蓝战并不想与长家之人 过多的废口舌 算了 既然蓝战开口 我就饶了你狗命 魏英有些危险 瞇了瞇眼睛 下次再让我遇到你生事 你信不信我一定废了你的狗爪子 是是是 小的不敢 不敢 长慈安赶忙低下头 掩饰了自己眼底的恨意 魏英瞧着薛阳所在蓝战怀中 十分不爽 蓝战 不然我来抱吧 薛阳明显觉察到了魏英的不喜 缩了缩 似乎有些害怕 他很轻 不重 蓝战摇了摇头 抱着薛阳 回了客栈 等他们离开 那长慈安才抬起头 有些阴冷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这个蓝战长得倒是好看 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知道能不能 呵呵呵 长慈安笑得有些奇怪 魏英察觉到 心里暗自定了决定 入夜 蓝战带着薛阳洗漱干净 哄着他入睡 等薛阳睡着 魏英潜了进来 他对着蓝战有些惊奇的眼神 嘘了一声 魏英小心翼翼地划破了自己的手指 在薛阳的额尖一点 顿时一道黑色的雾气蔓延开来 蓝战一瞬紧张起来 薛阳身上明明没有任何力量 为何会有鬼羞的阴气 没事 魏英之小蓝战担忧 便出声安慰 他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抽出了薛阳体内的阴气 很快 四分之一的阴铁竟然从薛阳的额间被魏英取出 难得蓝战脸上出现惊异的神色 阴铁 魏和慧 一看到他时 我便知晓这孩子是当年魏氏后人 体内藏了阴铁 魏英接过蓝战给的帕子 擦了擦脸上的汗珠 这东西放在小家伙身上不安全 我们带着好些 你那块一起取出来吧 我来封印 魏英对着蓝战伸出了手 蓝战捏紧了风额乾坤袋 你为何知晓这些 你是不是 是不是 虚 乖 这件事情咱们都不知道 魏英对着蓝战笑得灿烂 他拿出阴铁 用自己的血液上了一个封印之树 顿时阴铁上面那浓重的黑色雾气消失了 连那些阴气也被压制得干干净净 魏英做完后 将两块阴铁藏入风额乾坤袋中 塞到蓝战手里 睡吧 我去办点事 说完 魏英便跳出窗户 直接飞走了 等魏英回来 已是半夜 蓝战在屋顶上找到了他 这东西 还是物归原主吧 蓝战把乾坤袋递给魏英 魏英却没有接受 早就知道魏英先鬼同修 却没想到真的是卫世后人 这阴铁在他手中也许能帮他 过了这几百年了 我哪里还知道怎么控制他 不懂控制 与我不过是堆废铁罢了 魏英叹息了一声 更可况 阴铁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能控制人心 将欲望无限的放大 而我卫世后人之血可控之 可容之 但是同样也会被他所控 对 你们来说 他压根就没有任何作用 只有拿到卫世后人的血 才能控制 并且控制之人 容易早死 魏英说完 坐下靠在床边休息 我才不要早死 我还没逍遥够呢 人生快灾 美酒 美人事业 寻到他们 我会想办法毁掉的 一定有办法 蓝湛似乎在安慰魏英 又在安慰自己 他捏紧了阴铁 放在自己这里 的确更加安全 不然魏英与薛阳 也许会一起被带走 嗯 我等着蓝二公子的这一壮举 魏英喘息了一阵 好不容易压制了体内灵力与阴气的波动 之前 叔父说过 当年阴铁分而藏之 分别在蓝家 温家 长家 与宁家 蓝家这块在我这里 温家的大约也保存着 长家这几百年来主家死绝 那阴铁究竟藏在哪里 已经不得而知 而宁家当年一场大祸 无一人存活 阴铁也跟着失踪 蓝湛看着风厄乾坤带 也不知道羊羊这一块 到底是哪里的 应是宁家的 我刚去查过这孩子的出生 他是从南边来的 宁家也在南边 卫英给了他的判断 若是我没感觉错的话 那个是花女那里应该也有 很可能就是长家那一块 不如咱们今夜趁着夜色去探探 好 蓝湛脸色有些郑重 他藏好了风厄乾坤带 跟着卫英出去 哎 竟然来迟了一步 是花女的住处一片血迹斑斑 无一人生还 那朵原本娇艳的花朵 被强行拆了花瓣 里面的东西已经被取走了 这银铁呀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卫英皱着眉头 他抽出笛子陈琴 吹奏了一曲安魂 蓝湛一挥手 一把木质的古琴望迹 印着银色的月光 他轻轻一拨 合着那笛声响动 愿逝者安眠 是花女已逝 两人皆有些沉默 目前 两块银铁在蓝湛手中 另外两块 一块应该在温家 一块在江家 魏英却知晓 其实当年是分了五块的 另外一块应该在魏家的仆从身上 没想到会削家落魄到这种程度 而长家也是如此 江家别愿 江丰棉从密道从走了进去 他对着里面一个双手被绑着的人恨声问道 银铁在哪里 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可可嗨 回答他的却是一连串的咳嗽声 你不说 啊都八年了 你瞧没有人来救你 江丰棉声音发冷 很快 他尖声笑了起来 要不然 让那对姐弟相间好了 你看反正江城是个蠢货 江燕里也不是个好的 啊 只可惜那人说不出话来 声音也只沙哑着 哈哈哈哈 你的夫人自私自利 你的儿子愚蠢自负 你的女儿倒是为了江家做了不少事情 可惜了 抓着眼前的那点利益 廉耻不顾 江丰棉满脸的扭曲 和你很配哦 恶毒 说完 也不管那人 江丰棉拿着灯走了 那人挣扎着却什么都做不了 一行眼泪落了出来 阿姐你让我出去找魏英吧 江城难得学着魏英的模样 向江燕里撒娇 江燕里叹了口气 摇摇头 阿城并非阿姐不让你去 只是阿爹不同意 今日 殷铁之事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若是你在外被人挟持 旁人来威胁阿爹怎么办 可是 魏英肯定是去找那个蓝湛了 江城看不成功 立马放开了江燕里的手 皱着眉头 我第一次看到魏英这么紧张一个人 他对蓝湛有些不同 我怕 别担心 阿县是个重承诺的人 既然答应了你与他的婚约 定不会变的 江燕里也是皱眉 虽然魏英这人重承诺 但是他更重情义 原本这婚约是自家 用情义绑着他得来的 若是魏英发现自己喜欢的人是蓝湛 怕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和阿诚结婚 好在魏英这人平日里对感情知识比较迷糊 应该不会这么快 只要等他回来 立马成婚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只是 为何父亲不同意阿诚去找魏英 说是为了阿诚安全 可是江燕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太对劲 自己这边也不是很成功 金子轩对自己的确是有了几分情义 但是江燕里的脸色一冷 但是身份 因为身份 金子轩竟然和他说 自己的身份不够 只能当个妾室 说他去了蓝湛之后 会来那自己为妾室 毕竟自己和蓝湛关系好 两人应该不会在意 真是可笑 江燕里一咬牙 自己要的是金家主母的身份 明明已经搞定蓝湛了 清早的一缕阳光照射进来 床上的孩子有些不安地动了动 一阵阵的香气散开 薛阳瞬间被香喷喷的烧鸡味勾醒 他睁眼看到魏英正坐在一张桌前吃着鸡腿 和蓝湛说着话 哎 你说这小鬼头是不是太能睡了点 他再不起来 这烧鸡我可就要吃完了 魏英嘖嘖出声 薛阳一瞧 那烧鸡还有半只 顿时松了口气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蛊惑人心第五集 很快 他坐起来 翻了个白眼 我醒了 大鬼头 小鬼头 你是不是皮痒 魏英笑咪咪的挥了挥鸡腿 做事要打 薛阳用力的瞪着魏英 看起来一副凶狠的模样 那手却抓着被子 微微发抖 你先喊我的 我有名字 我叫薛阳 魏英 莫要逗他了 蓝湛有些无奈 魏英似乎喜欢逗弄薛阳 行了行了 真不禁逗魏英重重的叹了口气 杨小子快点去洗漱 不然烧鸡没你的份 薛阳顿了顿 才爬起来自己穿衣服 身侧的衣服是崭新的 带着些熏香的味道 他眼睛有些酸色 声音有些低 谢谢蓝哥哥 那也该谢谢我 这可是我花钱买的 魏英摸着下巴 你家蓝哥哥 还是没学会带钱 薛阳抬头 似乎有些吃惊 这个魏英不是不喜欢自己吗 薛阳仔细地瞧着 才发现原来魏英虽然满脸嫌弃 但是眼睛却是带着笑的 魏英 蓝湛出声阻止 自己的确是忘了 好了 好了 咱们不说了 好蓝湛别生气 魏英对着蓝湛微微撒着焦 薛阳眨巴着眼睛 这两个感觉奇奇怪怪的 杨小子 过来 等薛阳吃完 魏英招呼着薛阳 魏英与蓝湛商量了一番 到底是带有魏家血脉的人 所以魏英打算将一些魏家的符咒之术 交给他 怎么了 薛阳有些磨磨蹭蹭地走到魏英身边 怕什么 魏英翻了个白眼 就是想问问你 你想要学些什么 这乱世总要学些本事 不然如何自保 薛阳心头一阵感激 他一咬牙 我想学读和符咒 以前爹爹还没有死的时候 自己就跟着学过一些符咒 但是读却是因为杀人很快 为何想学读 魏英脸色严肃了起来 要你管 薛阳看着有些心虚的撇开眼神 魏英微微皱眉 这孩子总归是对这世界的不公有所怨恨 毕竟他是受难之人 他叹了口气 杨小子 我没说不能学 只是不管你学什么 不可随意伤人 尤其是无辜之人 我当然知道 薛阳心里有些不舒服 谁要你说教了 未来知识不明 你可用那些保护自己 保护你想要护着的人 但是一旦杀戮过重 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回不到正常人 魏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那脸上的神色似乎悲淒 看得薛阳难受得紧 我魏英伸手摸了摸薛阳的脑袋 记住无论如何 好好活着 活着才有希望做你想做的事情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做违背正义 违背自己所愿之事 魏英念念叨叨说了一堆 蓝站在旁看着他俩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这场景如同一家三口 十分的温馨 半夜十分 夜色略带着朦胧 江家的大门被悄悄打开 江城背了个包袱 偷偷溜了出来 阿城 江艳离的声音 从江城身后 江城顿时吓了一跳 阿姐 江城人有些僵直 他咬了咬牙才转过头 却不敢看江艳离的眼 我 我想去找魏英 阿姐没说不让你去找魏英 只是你东西都带全了吗 江艳离带着温和的笑 一则完带了吗 各种商要带了吗 银子带了吗 江艳离问了一堆 江城略有些头大 好像他很多都没有带 江艳离露出了了然的笑 从怀中拿出一个乾坤袋 给你 出门在外可要当心些 毕竟如今你是个昆泽 另外 你过来 江艳离招呼江城俯身 在他耳边说了些话 江城眼中一亮 顿时笑意十足 多谢阿姐 不客气 不过江艳离顿了顿 若是阿县真的爱上蓝湛 你也要把他和蓝湛一起带回江家 知道吗 哦 知道了 江城有些低落 很快他斗志满满 我一定不会让他喜欢上蓝湛的 江艳离目送江城离开 才走进了门内 他口中低腻着 我是不是也应该去金家看看 可是要用什么借口呢 江城一路追着江艳离 曾经在魏英身上下的一点追踪香过去 等到追到尝试 却听说魏英和蓝湛 带着个孩子已经离开了 他有些懊恼自己的犹豫 早点来就能遇到了 蓝湛 怎么了 你看着心事重重的模样 魏英靠近蓝湛 蓝湛看到凑近的大脸 慌忙退后 脸上微微发热 没事 只是我们若是要去那些地方比较危险 是不是先把杨阳送回蓝湿 魏英转头看了看薛阳 果然看到那小子偷偷探头听动静的模样 似乎瞧见魏英看他 又立马转过头 只是那眼睛还偷偷瞟着 魏英一笑 先让杨小子跟着吧 毕竟我还在叫他 蓝湛看了看魏英 也好 这是回头再说 似乎听到了蓝湛想要让自己离开的念头被压制 薛阳脸上小小的露出了一个笑容 魏英考虑到还带着个薛阳小朋友 于是就带着大伙去了一些不太厉害的地方 随便锻炼一下薛阳的能力 魏英 你似乎对这些比较熟悉 蓝湛有些好奇 他也发现了自己对魏英的好奇比较重 有些事情想要问清楚 而且他打算放纵自己的这些时日便也没有怎么克制那些 还好还好 我一直记住在江家 总不好一直拿人家的 魏英笑起来没那么爽朗 带这些自嘲的苦涩 我便打算多多夜恋 那些钱以后脱离江家也能好过些 那你为何与江城有了婚约 说到这事 蓝湛未免有些难受 魏英有些尴尬的摸了摸自己的头 那啥 这不江城当时和我一起夜恋 他原本是应该分化成前缘了 但是却因为受伤分化成昆泽了 毕竟是我带他去的 魏英叹了口气 要是我没有带他出门 也许在家里分化就不会出事了 江城和师姐都分化成昆泽了 江叔叔的意思是希望我留在江家 给江家留个后的意思吧 可是这是你想要的吗 蓝湛在心里问着 他知晓魏英的责任心很大 他觉得自己的责任便想着取了江城 担负起江家的责任 可是你不开心 蓝湛轻声说着 那句话他原本以为魏英并未听到 但是魏英却听到了 在心里震了震 蓝湛似乎很关心自己 关心自己开不开心 而不是应不应该 魏英怕了拍蓝湛的肩膀 好兄弟 实在不行 回头 我瞅瞅哪家前缘好点 给江城绑回去 哈哈哈哈 蓝湛退了一步 躲开了魏英的手 他心里有些不舒服 自己可不想当兄弟 而且 刚才的话 一听就是魏英在开玩笑 薛阳在旁看的叹了口气 这两个 一个迷糊 一个别扭 看着明明对对方有意思 就是不说干嘛呢 不过 薛阳瞅了瞅 总觉得两人也有违和 违和蓝哥哥分明是个前缘 看着却像个昆泽似的 反倒是魏英这个家伙 看着像前缘 薛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重重地叹了口气 烦了 只是 他这叹气只到一半 就被魏英猛的一个拍背给拍走了 走了 他 两小子 魏英跟在蓝湛身后笑咪咪的 薛阳鄙视了某人一番 呵呵 大人 这边的江城跟了几次 却一直跟丢 原本他还以为魏英会去之前比较常去的几个点夜链 却不想他们选的都是太过简单的地方 让自己一直找不到 哼 肯定是那个蓝湛想出来的坏主意 江城恨声 想让我找不到魏英 不行 我必须快点找到他 都快一个月了 魏英倒是没想到江城在找自己 他带着蓝湛和薛阳去了附近的一座城 蓝湛拿了一个面具 转头啊了一声 看到蓝湛一顿 顿时有些开心 吓到了吧 薛阳在旁翻了个白眼 幼稚 你以为都像你一样胆小啊 蓝湛倾咳了一声 对着魏英一瞪 直接跨过他 向前走去 哈哈哈哈 杨小子 有你的 魏英走到不明所以的薛阳跟前 拍了拍肩膀 出息 薛阳没理他 直接追着蓝湛走了 蓝湛一路走着 瞧见那些小玩意儿 有些兴致 这是风车 要不要 魏英上前拿了一个 只是蓝湛摇了摇头 看着那些东西 却似乎有些羡慕 魏英突然想到蓝湛小时候 在蓝湛那种古板的地方 大约是没有玩过这些的吧 于是蓝湛看着有兴趣的东西 他便花钱买了下来 一路走过 魏英手里多了一堆东西 温情带着一队人 瞧见了蓝湛 魏英和薛阳三人 他微微皱眉 这里是屠戮玄武洞穴的附近 为何这三人会在这里 他们温家想要称霸修真剑 自己必须得娶蓝湛 而蓝家与其他家族 不可有其他联系 才能更好的控制 当年清衡军那里已经成功了 蓝启仁那个老家伙也没有娶亲 这一代 就蓝湛和蓝湛两个嫡子 那个魏英绝对不能落在蓝氏手中 江城在搞什么 到现在还没追到魏英这人 看起来自己得帮个忙 蓝湛 看我找到了什么 魏英笑着拿了几个帘篷递给蓝湛 可惜了不是时候 回头你来莲花物 我带你吃超级好吃的莲子 他边唠叨着 边拨了莲子递给蓝湛 时而往自己嘴里扔一颗 至于薛阳小朋友 已经被某人遗忘了 这时 一只传信金蝶飞来 蓝湛接过手一读 顿时皱眉 怎么了 魏英顿了顿 有些不好的预感 兄长来信 说是温家上门与他提亲 只是之前 他与金家的长子金子轩 有过口头婚约 蓝湛心里转动着各种心思 金子轩与你师姐江艳离 似乎在一起了 蓝湛考虑着用词 兄长的意思怕是两人有染了 金家想要那江艳离为妾 但是江家不同意 要的是正妻的位置 兄长那边 虽说是不大乐意嫁人 但是江艳离的这种用药而成的情况 兄长厌恶 不想再与江艳离有所牵扯 不可能 魏英下意识地反驳 师姐知道你兄长和那个金孔雀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魏英一捏拳头 吸了口气 对啊 师姐和蓝湛的兄长似乎关系很好 她知道的 但是自己偷听到 师姐喜欢金孔雀的 那时候师姐说 若是能嫁给金孔雀就好了 难道师姐真的走错了 魏英倒是没有金孔雀 会对自己师姐做什么的想法 毕竟金孔雀看着也是喜欢蓝湛的兄长的 对她一直追着讨好 反而对师姐淡淡的 或者说其他所有的人都高傲得很 魏英到底冷静了下来 她重重的塌了口气 蓝湛 师姐她真的做了吗 魏英也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师姐 对全市的看重 只是 小时候 江城赶自己离开 自己被狗追到了树林中 躲在树上没赶下来 是师姐摸着黑 来找的自己 江城也跟在后面 摔了头 回到房中 师姐在炉子上 焖了莲藕排骨汤 魏英那时肚子饿极了 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到现在也是如此 那时候的师姐 江城和自己 简简单单的 过得十分开心 余英虽然不喜欢自己 到底也没有那么明显的 给自己脸色 江叔叔那时候 也对自己十分爱护 会帮着调节自己几个人的关系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 大家都变得自己快不认识了 魏英 蓝湛欲言又止 她的手最终停在了魏英身侧 并没有握上去 魏英并未发现蓝湛的动作 她摇摇头 算了 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了 传到桥头自然指 不过 我师姐那事儿 你兄长那边怎么说 魏英到底开口问了 我兄长不会再与金家有什么牵扯 蓝湛看了看魏英 有些难受 只是 你师姐能不能嫁给金公子 这是我们不好说 只能看江家与金家协商 成吧 等他们有结果了 我再回去 魏英微微皱眉 蓝湛 我想去一趟屠鹿玄武取个东西 我陪你去吧 那里危险 蓝湛并未多想 却硬了要和魏英一起去 你既然知道危险 还去啊 魏英笑笑 蓝湛担心自己 嗯 我把羊羊安置好 便和你去 两人相视一笑 第二日 薛阳被寄放在掌柜那边 魏英和蓝湛去了屠鹿玄武的洞穴 临走前 魏英将自己的乾坤袋送给了薛阳 羊小子 这些日子 你学得很快 怕是之前也练过 不过 你需知晓 欲速则不达 这里面是我的全部家当 交给你保管了 等我回来 记得还给我 里面的书和符咒是送给你的 薛阳紧紧抓着袋子 总觉得魏英这话里有话 这头 温情找到了江城 此时的江城有些狼狈 身上的东西被抢了 且他的则露气到了 江城在那泉水中 泼着水 想要让自己清醒一点 但是没什么用处 温情找过来的时候 避开了旁人 如今被江城的信箱一次机 立马进入了瞻林期 该死 温情紧皱眉头 他跟着跳入泉水中 立马一把抓过江城 在他的腺体处咬了一口 温情快速地注入着信箱 让江城一时之间痛苦难受不已 一时之间浑身湿透 江城翻了个白眼 整个人晕倒在温情的怀中 总算是抑制住信箱的散开 温情自己吃了一颗清新丹 一把抓着江城的衣服 将他脱了上来 温情换了一身 很快让人送了江城 到卫英附近的客栈 他们人呢 温情皱着眉头 去 去了屠戮玄武 那是位哆哆嗦嗦地说着 十分害怕盛怒的温情 下去自己领罚吧 温情思考了一番 最终决定将江城送去卫英身边 自己要取的可不能是个这么没颜色 也没背景的低贱货色 江城醒过来 瞧见温情 立马想起了刚才的情况 他瞪大了眼 检查起自己的衣服 放心吧 我对你没有兴趣 温情冷着脸说道 若不是你没带一则单 我何必用这种方式救你 更何况 你有未婚夫 我也有 所以 你只需要记住我救了你就行了 你是谁 江城听到这话 松了口气 温家 温情 温情冷冷的回答 卫英和蓝湛 去了屠戮玄武那边 我可以送你过去 就看你敢不敢去 我 我当然敢去 江城想起那只大怪兽有些害怕 却更觉得 卫英不能和蓝湛单独在一起 于是 他跟着温情下了洞穴 卫英在洞穴中 这次有蓝湛的协助 终于拿到了屠戮玄武体内的那把银铁剑 两人退到了一处洞穴之中 他把银铁剑用自己的血液封印在了体内 这是 蓝湛担忧的看着卫英的动作 会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蓝湛 你这么担心我呀 卫英封好银铁剑 笑咪咪的靠近蓝湛 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原本是开玩笑的话 蓝湛却是震惊的看了看卫英 转过头 那脸色立马变得通红 蓝湛 卫英一愣 这玩笑过头了 蓝湛好似害羞了 他 他 不会是真的喜欢我吧 这个认知让卫英震惊了一下 不知为何 他心里泛起更多的识田 难道自己也喜欢蓝湛 顿时 卫英被这个认知 再度震惊道 蓝湛看着卫英愣住的模样 有些心底难受 你若是没有那种心思 就不要开这种玩笑 蓝湛生气起来 好可爱 完了 完了 自己怕是真的栽了 卫英福娥 这么多年说好的潇洒过日 结果栽在一个前员手上 罢了 那人是蓝湛的话 想想 也能接受 卫英觉得现在时机正好 自己成功的拿到了阴铁剑 到时候化为阴虎符 便可控制住那些阴铁 这么多年 他外出叶炼 也是为了这事 只要将阴铁和阴虎符合在一起 那么便可以销毁了 一切就能结束 这是卫家嫡系才能知道的秘密 只不过 到时候自己成了废人 需要重新修炼起来 也不知道蓝湛能不能养自己 蓝湛 我喜欢你 卫英对着蓝湛告白 我那个太笨了 一直以为对你是好兄弟的感情 但是今天这么说开了 我才发现自己更多是喜欢上你了 比你的师姐和江城还要喜欢吗 蓝湛对着卫英认真的问着 当然 以后你最重要 卫英不假思索地说着 回家我就和江城解除婚约 到时候让余夫人抽我一顿好了 不过我离开江家 你得对我负责 不然 我可就真的没人要了 说什么呢 蓝湛倾咳了一声 他看了看卫英 卫英 此生若你不负我 我定相伴一生 好 我若是负你 天打雷劈 卫英说完 瞧着蓝湛羞红的脸 立马抱了上去 那啥 有肉不吃 那是罪过 蓝湛挣扎了一下 没挣扎掉 于是任由卫英抱着自己 躲在外面的江城 被温情压制着 听完了两人的深情告白 温情拉着江城离开 怎么样 要不要合作 怎么做 江城咬着牙齿 要不是卫英自己 也不会受这些苦 他竟然和蓝湛在一起了 他怎么对得起自己 我可以帮你 只要你配合我 好 江城眼中闪过一丝狠毒 洞穴中两人温情默默 虽然背后的事情还很多 蓝湛却将所有的情况 都考虑了一遍 他想自己和卫英的未来 应该不会太难 卫英 我跟你说个秘密 蓝湛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道喊声 卫英 你在这里吗 江城的声音传了过来 让相拥的两人吓了一跳 江城怎么来这里了 魏英紧皱眉头 屠鹿玄武还在 他这么喊着过来 会吵醒他的 魏英心里骂了一声蠢 却又不得不看向蓝湛求助 我和你一起去吧 两个人更有把握一些 蓝湛倒是没有让魏英不去救江城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蛊惑人心第六集 毕竟 他们从小的情义在 就算是陌生人 也得救一救 蓝湛 抱歉 我会和他们快速的断了关系的 那些他们想要的 我都会给他们 魏英深吸了口气 才和蓝湛一起走了出去 果然 屠鹿玄武被吵醒了 之前魏英从他体内拿走了阴铁剑 他本就处在愤怒之中 如今的江城变成了他的泄愤之物 好在 魏英和蓝湛两人及时出现 才把江城救了出来 蓝湛在前挡住了屠鹿玄武的攻击 而魏英则救下了江城 魏英想要去帮蓝湛时 江城却一把拉住魏英 他整个人害怕地躲在魏英怀中 魏英 我害怕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江城 我去帮蓝湛 魏英推开了江城 江城低下了眼帘 压住了眼底的愤恨 他伸手拉住了魏英的手 好 你去帮他吧 很快就能回来了 魏英没明白江城的话 倒是被江城推了出去帮忙 他不做多想 直接提剑冲了上去 两人与屠鹿玄武斗过 算是有些惊艳 魏英趁机插入了屠鹿玄武的舌头 从口腔处攻击 而蓝湛则是用琴弦 拉住了屠鹿玄武的脖子 将他压制 这原本也是两人设计的 杀掉屠鹿玄武的方式 只是 刚才魏英急着封印铁剑 才没有杀掉他 就在魏英觉得屠鹿玄武的气息弱了下去 突然他体内的灵力断了 屠鹿玄武抓住这个机会 立马对着魏英就是一掌 魏英整个人被打飞了 他只觉得自己胸口气血翻腾 一口血吐了出来 魏英 蓝湛十分焦急 却又没有办法 他一旦放手 屠鹿玄武逃脱了 会对他们进行反击 江城立马跳进湖里 一把将魏英带了上来 然后 跑出了洞穴之中 压根不在管栏栈 后面会如何 江城带着魏英出来 质问温晴 你不是说 不会伤到魏英性命的吗 他这样 是不是要死了 江城到底害怕魏英出事 你等着 我自然有办法救他 温晴冷眼瞧着他 果然是个冷情冷废 自私自利的 就这么抛下里面的人 那人可是为了救你 救我的是魏英 那个不过是我的仇人 江城顶着害怕说道 你也好不到哪去 哼 温晴冷哼一声 却也没有反驳 他下了洞穴 看着蓝湛受了重伤 才走了出去帮忙 两人勉强压制屠戮玄武 逃了出来 你没事吧 温晴带着蓝湛出来 我是温家温晴 这巧路过这里查看封印 没想到你们竟然进了洞 魏英他没事吗 蓝湛轻声咳着 眼中不满了担忧 他不太好 瞬间蓝湛脸上的冷静崩塌了 呜呜的一道哭声 蓝湛呆呆的转过头看向了声音 只看到江城抱着魏英哭泣 他猛的回过神 冲了过去 只是蓝湛停在了魏英和江城的身边 并没有太过靠近 看到魏英浑身是血的模样 蓝湛声音不稳 焦急的问着魏英他怎么样 你滚开 霍兴 要不是因为和你一起 魏英才不会受伤 江城对着蓝湛发怒 他要死了 他要死了 你知不知道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有办法的 蓝湛第一次如此的失态 他在乾坤袋中翻找着商药 他已经没气息了 哈哈哈 江城狂笑了起来 现在你满意了 为什么要和我抢他 魏英是我的 是我的未婚夫 江城狠毒的瞪着蓝湛 你把他还给我 说着 江城放掉魏英 冲到蓝湛跟前 狠狠地打了蓝湛一巴掌 似乎在发泄着怒气与恨意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爽快与鄙夷 住手 温情微微皱眉 他上前阻止了江城报复的行为 温情警告地瞪了一眼江城 江城才不服气地停了下来 心里却对温情十分恐惧 抱歉 来二公子 温情对着蓝湛十分温和 其实 这位为公子还有救 只是 只是 什么 蓝湛一把抓住温情 脸上闪过惊喜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办到的 江城看着蓝湛如此 眼中的恨意越发的浓重了 他看了看魏英 嘲讽地扯了扯嘴角 按道 魏英 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 温情瞥了一眼江城 心中痴笑 然后 他拿出一个玉盒 这里是魅情谷 当年医圣伯情所致 若是 温情将药盒递给蓝湛 若是 两人同时扶下一对 交合之后 可将对方带回人间 蓝湛有些愣住 他用力地捏着那药丸 咬着牙齿 最终开了口 你需要什么我去做的 这魅情谷的后果 蓝湛觉察到温情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同情 魅情谷只对相爱之人有用 这个过程痛苦无比 最终 他会忘了你 而你会成为废人 灵力全尸 用不用 就看来二公子自己了 温情笑了笑 我只需要来二公子帮我同你兄长说几句 我希望能娶他为妻 蓝湛看着温情 脸色冷了下来 看起来温家谋取的还真不小 若是那些傀儡与温家有关的话 必须救活未应 不然 修真戒无人可控那些 怕是要乱 他深吸了口气 兄长那里 我可以帮你问一句 但是我不会左右兄长的决定 还有 你温家好自为之 温情脸色变了变 眼中一闪 蓝湛将盒子收入乾坤袋中 转身对江城说道 你先带魏英走传送阵 回江家 我很快赶过去 在我家中 怕是会被阻止 江城看着蓝湛平静的模样 哼了一声 带走了魏英 蓝湛直接将薛阳托付给附近的蓝氏弟子 让他们将薛阳送回蓝家 杨阳 你先回蓝家 我去一趟江家 你先哥哥那里拿点东西 蓝湛摸了摸薛阳的头 魏英给你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学着 薛阳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是蓝湛直接欲见而行 消失了 温情传信给了家族 另外两块银铁在蓝湛手中 蓝湛很快到了江家 江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处简单的住处 而离主院十分的远 魏英被人送到了蓝湛的房间 所有人都退了出去 阿县 等你醒来就要忘了我呢 蓝湛轻轻抚摸着魏英的脸 蓝湛仔仔细细的将魏英看了又看 我把你放入我心 这辈子我们不要再见了 蓝湛从自己的乾坤袋中 拿出了两颗药丸吃了下去 才动了那个玉盒 玉盒中有两颗药 一颗红色的 一颗蓝色的 为了魏英吃下红色的药丸 蓝湛将生下的那颗蓝色的药丸咽了下去 突然 魏英睁开了眼睛 看到蓝湛 他虚弱地笑了笑 蓝湛 抱歉 让你担心了 蓝湛顿时 红了眼眶 他抱住魏英 能不能不要忘了我 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 魏英几乎要发誓 蓝湛压住了他的手 坐到了魏英的身上 阿县 我好看吗 魏英顿时有些红了脸 自然是好看的 我的阿湛最好看了 呼得两人的身体 一阵热度猛地汹涌 魏英此时觉察到不对 阿湛 你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情 虚 不要说话 很快就好了 等你醒来 一切都会好的 蓝湛稳了过去 铺倒了魏英 魏英还想问什么 却被蓝湛的动作勾住了 他的脑中一盘空白 只觉得更多的热度上来 几乎将自己烧了 蓝湛身上一阵阵优雅的香气 侵袭了魏英 魏英失去了离职 他将魏英翻身压在身下 一阵阵的闷哼声 两道信箱开始缠绕交融 蓝湛在剧烈的快感中沉沦 再度醒来 看到魏英躺在自己身侧 浅浅的呼吸 胸膛起伏 蓝湛顿时松了口气 此时细细蜜蜜的痛楚 从身体中蔓延 蓝湛给自己和魏英使了个清洁咒 他将两人换下来的衣服和被单等 收入了乾坤袋中 然后 他才让人将魏英送了出去 蓝湛坐到了矮桌旁 拿出了忘机琴 一下一下地弹着 他坐着等着 那些疼痛越发的猛烈了 身体中的灵力也在逐渐消失 最终 蓝湛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蓝湛缓缓地睁开眼 有些迷茫地轻喊了一声 阿县 很快 他猛地清醒过来 周围还是那一片紫色 不知自己晕了多久 地上的血迹已然干了 变成了一片红褐色 带着微微的紫色 蓝湛动作缓慢地将屋子收拾好 自己还换了一身干净的浅蓝色衣服 阿县总说 我穿这件最是好看 不知道现在他看到了会说什么 蓝湛想着 他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拳头 可惜自己不能出去 更不能见他 蓝湛揉了揉心口 细细碎碎的疼痛 让他的神志有些迷糊 蓝湛偷偷去看了魏英 确保了他无事 才整理着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 到底是找了借口留下来 只是又能留几日呢 阿县 你我终究是有缘无分 偌大的房内 魏英缓缓地睁开了眼 他瞧着眼前熟悉的房间 心中松了一口气 阿县 你醒了 江艳离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拍了拍江城的背 江城一抹自己眼角的泪珠 欣喜万分 太好了 阿县 你终于醒了 身边响起两道交集的声音 魏英转过头 看到江艳离和江城担忧的神色 师姐 阿成 我没事 别担心 魏英觉得身上很疼 一时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受伤的 却如同往常一样 安慰着江城与江艳离 很快 魏英转醒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莲花雾 一波接着一波人来看他 魏英瞧着自己床头的那些紫衣 四处张望着 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阿县 你在找什么 江城捏紧了手中的药碗 快点喝药吧 凉了 药效就不佳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蛊惑人心 第七集 魏英看到江城眼中的担忧 收敛了自己的神色 他想要接过那药碗 江城却拒绝了 他带着些娇羞 我来喂你吧 你才好 手上没力气 不 魏英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只见江城眼眶有些红 他咬着嘴唇 我们是未婚夫妻 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我以前太任性了 我会改的 你信我 江城看着魏英十分认真 我会学着温柔 对你好的 我是喜欢你的 所以你不要逼着我 好不好 魏英下意识地说了一个好字 就像以往江城每次打骂自己 然后对自己道歉一样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觉得江城的脸 那样的陌生 自己真的像江城说的 因为和他一起外出狩猎 所以受伤失忆了 魏英觉得十分奇怪 自己的记忆停留在 政要和尸解 阿城他们去云深不知处 听学的时候 而江城却告诉自己 他们早就听学回来了 这些年他带着江城在外夜练 这次为了保护江城才会重伤 江叔叔和渔医说 等他伤好了 就让江城与自己成婚 只是之前已经认命的是 如今落到了实处 为何自己的心里会如此的难受 自己不是打算还了恩情 和江叔叔师姐他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吗 魏英瞧着周围人忙忙碌碌的模样 心中有些迷茫 明明说了受了重伤 可是他却没什么感觉 身上没什么伤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心里空空的 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 江城跑得很是勤快 一个下午看了魏英好几次 魏英本想要休息 却被他扰得有些不太平静 魏英开口问江城 之前的事情 江城却不太乐意说 只说那时候太危险了 他不愿回忆 魏英本没有多在意 可是江城明显的心虚 让魏英心里有些疑惑 魏英笑了笑 江城 我们去了哪里夜恋 江城撇了撇嘴 最终随便说了一个地方 魏英却微微皱眉 他感受到自己体内被封印的阴铁剑 明显自己应该去了屠戮玄武的洞穴 屠戮玄武 魏英说的平静 却让江城瞪大了眼 你想起那个蓝战了 江城没能多想 便是脱口而出 蓝战 魏英听到这个名字 顿时心口一痛 这是谁 为何自己会觉得难受 仿佛失去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蓝战是谁 魏英有些严肃的看着江城 你套我话 我不知道 江城顿时气愤不已 他一把将魏英推倒 你今天就和我成婚 不然你就不是江家的人 哼 江城说完 冲了出去 他心里又慌又怒 脚步一转 恶狠狠的去了蓝战的院落 喂 来二公子 江城气呼呼的冲到蓝战的院子里 满是愤恨的盯着蓝战 你为什么还没走 蓝战转过头 微微闭了闭眼 等他那一阵头晕过来 才看清来人是江城 他心中略有些失望 脸上却还是淡淡的 不知江公子来这里 所谓何事 蓝战停下了手中的笔 定定地瞧着江城 江城看着蓝战 毫不在意的淡然模样 越发的不满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开莲花物 怎么还想抢我的未婚夫不成 要不是你故意接近魏英 他能为了你拼命 真是不要脸 你们蓝家不是号称 罪事守规矩了 你堂堂一个蓝家公子 竟然勾引别人的未婚夫 我真为你的爹娘感到羞耻 蓝老先生 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侄子 怕是都要气疯了 你赶紧离位英远一点 真是扫把星 靠近你的人 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蓝战正正地 看着江城那张一开一盒的嘴 然而剧烈的疼痛 让他压根没办法听清楚 他说了什么 蓝战的眉头皱得越发的紧了 他想要让江城出来 却害怕一张口 那口被自己吞咽下去的血 就会吐出来 阿城 江燕离不知何时出现 他一把抓住江城的手 将他拉到身后 住嘴 抱歉 蓝二公子 是阿城无礼了 我们告辞了 江燕离警告地拉住江城 你不想失去阿县 就别闹 跟我离开 江燕离拉着江城 直接离开了蓝战那里 蓝战松了口气 他微微皱眉 快点回蓝室吧 得把温家之事 告诉叔父他们 魏英虽觉察到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当他想要去追江城的时候 却被江燕离拦了下来 只说江风眠找他 直到傍晚 魏英才被放出来 魏英在江家找了一圈 终于在一处偏僻的角落 寻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那个房间里 带着他隐约熟悉的香味 但是却已经被人打扫了一遍 什么都没留下 蓝战马 说到这个名字 魏英的心里一揪 落得空空的 然 魏英还未决定去蓝室探个究竟 却被于子渊打了一顿 而后江城 江燕离与魏英被于子渊绑着上船 送出了江家 阿诚 燕离 温家来袭 你父亲已经死了 逃出去吧 好好活着 于子渊说完 恶狠狠地盯着魏英 魏英 就是你死了 也要保住阿诚和燕离 记住你欠江家的 船被推开 耳边萦绕的是江城与江燕离的哭声 魏英有些暮暮的 温家吗 魏英安置了江城和江燕离 开始将阴铁剑炼化成了阴虎符 蓝湛回蓝家的途中 被温巢拦了拦 好在他用了魏英给的咒符 才勉强退敌 然 等他赶到蓝室时 蓝起人中毒 蓝换带着家族藏书被迫逃离 整个蓝室被大火吞噬 蓝湛最终用两块银铁换得了蓝室族人的姓名 而他被温氏带走了 温家暴虐带着银铁制造的傀儡四处掠夺 整个修真界动荡不安 哭声一片 而是蓝室金室聂室江室圣余之人四大大家族共同起义 讨伐齐山温氏史称摄日之争 然此次摄日之争不见魏英与蓝湛的身影 摄日之争因为众家族对温氏的傀儡没有办法陷入了困境 虽说温家的一些主力温潮温情等人被灭杀 但是众家族也同样死伤惨重 几大家族的负责人正在正厅商讨接下去的事宜 突然门被打开了 魏英一身黑衣浑身带着隐约的阴气走了进来 傀儡你们不用费心了我有办法处理 魏英的眼在所有人身上看了一圈却直接越过了蓝湛 江城原本提起来的心又落了下去 果然魏英没有想起蓝湛来 蓝湛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低下了头嘴角微微苦涩 有了魏英的加入傀儡被一一击败 各大家族终于攻上了温氏不夜天山崖 谁是谁在阻止我的傀儡 温若寒气急败坏地扔下阴铁飞了出去 温若寒看到魏英吹着陈晴 吸收着傀儡的阴气立马与魏英打了起来 蓝湛护在魏英的左右成功逼退了温若寒 魏英心中一惊却顾不得其他 他收回阴气之后便对阴铁出手了 很快阴铁四岁一丝丝的阴气四处逃窜着 魏英将之收入阴虎符中 而那边金光瑶作为暗棋一刀捅入了温若寒腹部 立马鲜血直流 温若寒瞪大了眼 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 那些傀儡也跟着破碎成粉末 不夜天的天空终于迎来了一丝暖阳 胜利了太好了 我们胜利了 劫后余生的人欢呼了起来 然而转瞬 那些人红了眼对着魏英杀了过来 看着那些人杀了过来 魏英自嘲一笑 为士族人果然逃不过的命运 他看着手中阴虎符剧烈地挣扎着 不甘地发出一声声的嘀吼 值得吗 为了那些贪婪的人类 你竟然要毁了我 魏英站在山崖边上 一边后退一边苦笑 那些人已经被殷虎符媚惑 都想要杀了魏英 拿走殷虎符 一滴眼泪从魏英血红的眼中滑落 这个结果自己预想到了 只是没想到如此惨烈 人的贪婪果然是罪恶的东西 其他人都加入了争夺殷虎符的战争中 唯独己人还能维持冷静 魏英执着地毁着殷虎符 这东西一定不能再存于人世间 蓝湛想要靠近魏英 却被蓝焕一把抓住 这儿 时间到了 蓝湛不知魏英要做什么 但是他心里十分不安 兄长 我和他说一句 就一句 好 蓝焕立马冲进了那些人中 快速地将蓝湛送到魏英跟前 然后与那些尚存抑制的人 抵抗着那些已经疯狂的先者 魏英 我 我是蓝湛 你回来 好不好 蓝湛的语气小心翼翼的 带着一种哄孩子的宠溺 让魏英的眼眶越发的红了 魏英摇了摇头 时间到了 他才说完 突然 天空一片血色 密密麻麻的阴气 从地底一丝丝的升起 魏英深深地看了蓝湛一眼 似乎想要将他的模样刻入脑中 而后他决然开口 为世子魏英请愿 借天地之气万无之灵 无怨 蓝湛顿时惊慌失措 他整个人冲了过去 不要 魏英 以无之身封印此恶 以无之魂封印此魔 散于世间 生生世世 与蓝湛为伴 咒语一出 魏英整个人变得透明 甚至开始化成碎片 那碎片分散开去 沾染到的人 立马清醒了过来 一个个愣愣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还是有些继续杀向了魏英 只见魏英伸手一指 那些碎片 直接吞噬了那些人 那些人和魏英一下 化成碎片 纷纷消失 不要 魏英 蓝湛扑了过去 却只扑到一片空白 我有了你的孩子 你不要走 蓝湛十分无助地 抓着魏英的衣服 轻声啜泣 带着沉重的悲伤 这儿 记住 此生你有一劫 不可妄动情面 一道女声温柔地说着 此丹药可让你恢复一个 时辰的昆泽之身 此丹药可让你戴下 此生唯一的子嗣 这是隐魂之术 一切由你自己决定 蓝湛回过神 一咬牙 在胸前打了个法术 众神契约 隐魂之术 今无蓝湛 仅以此身 换魏英归于人世 蓝湛觉察到自己的身体中 流失了什么东西 原本没有灵力相护的她 瞬间衰老了下去 她抱着魏英的衣服 晕了过去 忘记 蓝湛赶到蓝湛的身边 看到一头白发 容颜老去的蓝湛 顿时心中痛急 蓝湛给蓝湛送了些灵力 抱着她 直接回了蓝湛 摄日之战过后 修真界修养生息 温家被灭 从修真家族中除名 金家长子金子轩 和次子金子轩申云 金家由金光瑶继承 娶妻蓝湛 蓝湛隐氏 不再出现在世人眼中 唯有蓝湛时不时地出来 与金光瑶相聚 聂家成为新贵 算是与金家鼎立 至于江家原本实力不足 如今更是处于世家之末流 江城找了个前缘入坠 而江艳离不知所踪 魏英缓缓地睁开眼 看到一片黑幽幽的烛火 这里是地府吗 你醒了 身边隐隐约约的女生想起 你是阎王 魏英坐起身看去 却是一片黑暗 除了身前的这道翻着黑金色光芒的烛火 或者叫做鬼火 自然不是 你还没死透 自然见不到阎王 没死透是什么意思 魏英一顿 明明自己用了那个法术了 有人把你带回来了 不过 你如今的身体不能用了 是 蓝湛吗 他怎么样了 魏英想到蓝湛之前那绝望的模样 顿时心疼 你又是谁 我不知道 那鬼火颤动了一下 我是实现愿望的神 神 魏英盯着那所谓的神看了又看 得出的结论是不像 虽然你用了禁忌之术 勉强想起了你喜爱之人 但是 若是你回到原本的身体 你会再次忘了他 并且永远不会爱上他 那鬼火闪烁着 似乎在思考 我可以给你重新换一副身体 只是你需要等一等 做起来有些麻烦 做 魏英这时候觉得眼前的鬼火有些用处 对 用一些材料做起来 保证你的身体比之前的好百倍 那鬼火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心疼 你从蓝湛那里拿了什么 魏英皱眉 总觉得事情不是很简单 你好好对他就行了 睡吧 你 魏英还想要说什么 却直接睡了过去 这儿 爹爹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那鬼火叹了口气 希望你们回到明界 不会怪我 一旁看了全城的明王 瞧着自己的妻子 玩得十分开心 算了 他开心就好 清雅的房间里 一人正不安的呢喃着 魏英 不要 魏英 蓝湛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感受到手底下摊的动作 他提着的心一落 对不起 宝宝 让你害怕了 蓝湛缓缓地睁开眼 那些光微微的入眼 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 蓝哥哥 你醒了 薛阳的声音传来 带着一丝开心 杨阳 可累了 蓝湛知晓薛阳守着自己 这几日自己总会做噩梦 兄长他们不放心 便轮流守着自己 没有 我给你拿点粥 薛阳有些难受 又有些开心 他快速地跑了出去 蓝湛轻轻摇头 走到蓝湛身边 忘记 好些了没有 说着 摸了摸他的额头 看着热度是退了下来 如今的蓝湛和普通人的体质差不多 或者说更加的脆弱 各方面都得小心仔细些 这些日子 大家都在找可以让蓝湛恢复灵力的方法 只是没什么头绪 再者卫英没了 他们担心蓝湛会做傻事 只是 他的确做了 只是卫英还是没有回来罢了 我没事兄长 蓝湛看到眼前一个模糊的影子 因为用了隐魂 寄陷了自己的部分灵魂 所以才会彻底的失去了灵力 连双眼也模糊不清 只是 卫英终究没有回来 他临死之前 不肯认自己 灵魂破碎 应该很疼吧 蓝湛想着 卫英是不是已经入了轮回 等到自己生下孩子 把他养大 就可以去找卫英了 若是 卫英浑碎 那便没了下意识 自己真的连想找都没有地方去寻了 唯 我大概多久能拿到新的身体 魏英有些无聊的 在这狭小的地方打转 记得临死前 蓝湛说了他怀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 蓝湛是个前缘吧 自己不过是个中庸 竟然有能力让前缘怀孕 卫英知道没有信箱安抚的运气不太好过 只是自己没有信箱该怎么办 真没有礼貌 畏畏畏的 鬼火依旧是鬼火的模样 十分的拽 你又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 让我怎么称呼呢 卫英整个人看起来懒洋洋的 似乎散漫的很 心里却越发的着急了 行了 过两天就好了 真是个唠叨的人 烦 卫英得了准确的时间 便不再打扰 安静了下来 蓝湛拨弄着手底下的琴弦 一个多月 自己的身体稳定了下来 不会再动不动 就是发烧吐血了 肚子里的孩子 也活泼了许多 一是说长得偏小了些 其他都还可以 蓝湛逼着自己多吃了些 包括原本不吃的荤食 他也习惯了自己住处的东西 能够自己煮茶 自己沐浴 自己弹琴 不需要旁人的帮忙了 日子和之前过得差不多 除了不能出门夜列 和多了一个薛阳 喜欢把外面的玩具堆在自己隔壁的房间 说是给肚子里的宝宝的礼物 蓝湛知晓 薛阳害怕自己伤心 故意斗自己 蓝湛觉得自己比往日的确多了些笑容 旁人总担心自己太过悲伤 其实蓝湛觉得自己仿佛没有那么伤心 只是再等罢了 好了搞定 黑暗中那鬼火黑黑笑了两声 让卫英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卫英略略适应了新的身体 还没开口 就被那鬼火扔了出去 快去 快去 我家这儿在等你呢 卫英一惊 去看那鬼火 却发现鬼火已然变成了和蓝湛十分相似的模样 你到底是谁 记得多和这儿做房事 你体内的灵力就能传给他了 什么 噗通一声巨响 卫英十分震惊又猛逼地掉落在了冷泉中 蓝湛刚沐浴完 听到动静立马转身 眼前却是一道黑黑的影子 他警惕地问道 是谁 卫英站稳 看到了蓝湛此时的模样 顿时心里痛急 眼眶红了起来 他按住了自己的唇 怕一开口 哭声一出 蓝湛 你受苦了 蓝湛等了好一会儿 没能等到对面人出声 只是一股清淡的气味传来 让他原本疼痛的身体缓和了些 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安静了下来 难道 卫英 是你吗 卫英 蓝湛突然猛地往前走去 有些慌张的他被脚下的石头一半 整个人扑向前去 小心 卫英赶紧上前抱住了蓝湛 蓝湛听到卫英的声音 惊喜万分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还活着 蓝湛伸手摸着卫英的脸 语气里满是担忧与交集 卫英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有没有哪里疼 卫英刚想摇头 却看到蓝湛眼中的那片暗淡与无神 他抿了抿嘴 将那些情绪压下 只化作一句蓝湛 我回来了 蓝 薛阳抱着衣服进来 看到卫英抱着蓝湛 顿时愣住了 很快 他开心地笑起来 卫英一抬头 看到了薛阳 他对薛阳点了点头 一把拿过衣服给蓝湛披上 然后 他将蓝湛抱了起来 杨小子 你蓝哥哥现在什么情况 卫英问着薛阳 薛阳的小脸沉了下来 杨阳 蓝湛微微叹息 他有心阻止 却知道这些卫英必然会知晓的 薛阳快速地将这些日子的情况 和卫英说了一遍 卫英越听越心疼 笨蛋 蓝湛 你真是个笨蛋 卫英声音中带着一丝沙哑 将尽数的哽咽咽了下去 我根本不值得 你值得 蓝湛眼角带起薛田的笑意 他有些羞涩 小声说道 我喜欢你啊 卫英的手一顿 他加快了速度 将蓝湛抱回了屋子 顺便关了门 被关在门外的薛阳 顿时无语 卫英不顾蓝湛的反对 给他换了一身干衣服 擦干了头发 蓝湛心里有些忐忑 他说了喜欢 卫英却没有反应 他不是已经记起自己了 难道他只记得自己是谁 而忘记了与自己的那些事情吗 这么想着 蓝湛心里难受 眼泪从眼角滑落 蓝湛 你 你别哭 卫英顿时慌了 我只是 只是心疼你 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的情况 该怎么处理合适 卫英拉住了蓝湛的手 认真的看着蓝湛 蓝湛 我记得我们所有的相遇 原本以为我会嫁给你 但是 现在你有孩子了 我想着你是否愿意嫁给我 蓝湛心里顿时甜了 他感受着卫英的手指 在自己的脸上滑动 擦掉了那些眼泪 蓝湛笑了笑 我愿意的 我其实原本应该是昆泽的 蓝湛慢慢的讲述着 温室的阴谋 让所有家族的继承人 都转化性别 这样不仅可以让前缘变成昆泽 而那些昆泽变成前缘之后 也是不可运的 蓝湛从小是昆泽 转化成前缘 但是 他吃过丹药就可以有孕 那会是蓝湛唯一的孩子 魏英摸了摸蓝湛的头 蓝湛你信我 接下去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还有孩子的 嗯 蓝湛靠在魏英的怀中 浅浅的打着哈欠 你先睡 我不会离开的 魏英抱着蓝湛躺下 蓝湛拉着魏英的手 嗅着他身上的气味 才安心睡下 魏英 怎么有信箱了 他不是中庸吗 临睡过去 蓝湛怀着点点疑惑 蓝湛这一睡便是一天一夜 期间医师来看过 只说蓝湛落下了心事 睡得有些沉 睡饱了 自然就醒了 果然 蓝湛隔天傍晚醒了过来 他有些迷茫的看着周围 白茫茫的 似乎想到什么 他猛地坐了起来 小心 魏英伸手搂住了蓝湛 要做什么 这么急 听到魏英的声音 蓝湛脸上的焦急消散 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蓝湛伸手拉住了魏英的衣角 没事 我饿了 他鼻子嗅了嗅 闻到了一股香味 我熬了肉粥 你试试 魏英将矮凳上的粥拿了起来 一口一口喂给了蓝湛 魏英小心地观察着蓝湛的表情 见他没有反胃 心里松了口气 为了周 魏英看着蓝湛眼下还有些清淡 问道 要不要再躺会儿 蓝湛摇摇头 我睡饱了 想要出去走走 好 我陪你 魏英这几天 不是变着花样给蓝湛做药扇 就是说服蓝起人要娶蓝湛 只是这两个似乎都不太顺利 药扇并没有多改善蓝湛的情况 而蓝起人卡着不让魏英去 直到五天后的夜里 蓝湛的信箱溢出 出现了择路期 而魏英也被引发了沾淋期 两人愉快地滚了个床单 练狱某只鬼火正拿着一瓶药 笑得十分贼 都说了 让你们多行方式 魏英和众人发现 和蓝湛做过之后 蓝湛身上竟然出现了一点灵力 而且蓝湛自己说 身上不那么疼了 于是 魏英和蓝湛的婚事就这么定下了 而两人的内侍 时时被关心 本来不想让蓝湛多接触 蓝湛的蓝起人都板着脸 心里十分嫌弃 却把蓝湛踢进了蓝湛的房间 快滚 蓝湛更是拿出了几本绘本 眼神灼灼的递给了魏英 他拍了拍魏英的肩膀 帝夫 你加油 魏英突然觉得不太美了 虽然 蓝湛很美 但是被盯着不太美 魏英与蓝湛的婚事昭告了出去 一切由金家操办 得了信的各大家族 也纷纷前来祝贺 江家江城 他盯着那张婚帖 觉得又是碍眼 又是讽刺 他瞥了一眼身旁 魏魏缩缩的前缘 心里的自嘲不已 江城把那婚帖烧了 江家毁了 爹娘死了 阿姐不见了 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的爹 压根不是原来的爹 而真正的爹才是 杀掉魏英爹娘的凶手 只是为了拿到所谓魏家的秘法 而他爹被温家的人替代了 阿姐大约也不在了 那日他出门去找金子萱 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然后便是金子萱的死讯 那里都是温情的人 自己也不能生孩子了 只能从旁系选一个继承人 江城望着已经有些破旧的家族 也不知道自己负重能走多远 十年后 蓝思追叹了口气 任命地拿着一堆玩具 跟在了蓝景怡的身后 扑魏英轻轻一笑 这儿 你看我们家的长子 是不是很有长辈的风范 俗称小老头 蓝湛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也跟着笑了笑 小心他闹你 有你在 我才不怕 魏英拉着蓝湛的手 摸了摸他的黑发 这儿 已经十年了 思追和景怡学的也不错 不如咱们出去夜恋 魏英拉着蓝湛的衣袖 撒娇 在家实在太无聊了 虽然家规改了不好 但是对我还是不太友好 再说了 家里有叔父和兄长在 金氏那边也有哥夫在 不用担心两个崽子的问题 蓝湛看了看魏英 心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从自己生孩子 那会儿出了点小问题 魏英就把自己看得死死的 这么十年了 一直想要把两个孩子扔圆点 等两个孩子满了十岁 魏英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只是 蓝湛有些舍不得 一直没松口 只是 他最终磨不过魏英 只能点下了头 等两个孩子 发现自家爹爹和父亲不见时 魏英已经带着蓝湛走了好远 耶 我来了 好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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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次了